这可能是世界上最奢华最舒适的私人喷射机 正如川普自己所强调的那样 唐纳德·川普的波音757是世界上少有的体积庞大 可以搭乘228位乘客 是一班私人飞机的三倍大 长47米 翼展39米 机翼高14米 除了各种黄金装饰以外 还有专职的飞行机长 最令人心旷神怡的当属美丽的私人空腹人员 位于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 这里是美国富豪名人的聚集地 有一架名列世界前茅的奢华大型喷射机也以此为家 这架波音757就像是时髦窈窕的长腿美女 受到的待遇可比拟她的主人 每次她降落时 私人机场的游客都惊得目瞪口袋连忙拍照 但是他们却不能走上前进距离接触 因为她的亿万大亨主人可是不同寻常 这就是唐纳德川普的私人飞机 这架波音757也是同行飞机中的巨人 迎面走来的正是川普将生命托付的男人 他叫约翰·邓肯 自1989年以来断断续续担任川普的私人飞行员 他的工作重心就是确保飞机正常运行 让唐纳德川普能够准时安全地穿梭于各地 邓肯当了一辈子的飞行员 不过如今他算是接下了极大的挑战 因为他要驾驶的可算顶级私人喷射机波音757 这架飞机上的设计皆属一流 配备了高推动力的罗尔斯·罗伊斯引擎 对于客机来说 它的速度极快 体积很大 乘坐很舒适 对乱流的适应力也非常好 它就是飞机中的法拉利 能够搭乘228位乘客的川普号波音757 是世界上体型庞大的公司商务喷射机 它也是波音公司品质顶尖的飞机 这架飞机内价值达1亿美元的金屎如果融化 足够为整辆灰狗巴士的外层镀上一层金 其中包括安全带 灯座 试条等等部位 舱顶箱板都采用超软的陆皮制成 座椅采用高档皮革 橱柜是罕见的红木 这架飞机还有一个放映式 其大小如同一个大型家庭剧院 配备75寸的大电视 满足你在蓝天白云上欣赏动作电影的需求 这架波音757上甚至有两间卧室和一间淋浴室 川普的飞行员可不是泛泛之辈 约翰·邓肯天生就有航空的血统 他的父亲曾是军机飞行员 在邓肯15岁时就教他驾驶飞机 邓肯甚至最先学会了开飞机后再去学开车 试问在座的各位有谁能做到 在担任川普多年的私人飞行员期间 邓肯对自己的职责心如明镜 每次的飞行计划都要很完善 要做到这样很不容易 因为他的老板很忙碌 行程通常难以事先预测 川普做事通常让人难以捉摸 经常一有临时通知 邓肯就要尽快而有效率地处理 因为川普有一句招牌台词 所以邓肯从来不敢掉以轻心 现在他正在安排带川普从棕榈滩飞到位于纽约的两个家 首先他打电话预约在拉瓜迪亚机场降落的时间和跑道 但这次不是一般的飞行任务 因为这次飞行完成后 飞机要做一次全面的例行安全体检 这架飞机每隔18个月就要做一次全面详细的检查 这也是美国航空总署的要求 确保飞行的过程一切完善没有问题 但是邓肯需要赶时间 因为在三周内川普需要到伦敦担任一个主题演讲人 他希望乘坐这架波音757前往 所以留给邓肯的时间就非常紧迫了 现在邓肯和副驾驶布莱恩进行绕机检查 首先在停机坪上目是检查 然后检查飞行清单 接下来就是等待飞机的主人前来 亿万大亨唐纳德·川普开始登上他的波音757私人喷射机 比如飞机上的卫生状况 以及去驾驶舱了解机长最近的状况 即使这只是从佛罗里达到纽约的例行飞行 机长邓肯也要做到尽善尽美 邓肯和川普互相了解是基于多年的信任和尊重 否则川普也不会将关乎自己性命危险的工作交给邓肯 这架飞机的内装不仅感觉像劳斯莱斯 实际上他还搭载了两个罗尔斯罗伊斯引擎 这也是川普原本就极力要求的部分 他认为这是航空业最安全的引擎 也是同行中最安静的引擎 他们在有噪音限制的机场降落也完全不成问题 接下来邓肯启动引擎准备起飞 这台引擎有着约4万磅的推力 仅需20分钟就可以将飞机推送到14000米高空 接下来邓肯要驾驶这架波音7571路向北 从棕榈滩飞往纽约 吉亚佩罗洛是川普的私人空服员 他从2005年开始就为唐纳德·川普工作 在一架可以乘载228名乘客的飞机上 空间对于仅仅一位乘客来说就很大 通常情况下空服人员就只为川普一人服务 飞机上包含有18个高级座椅 两间卧室 媒体室和美食厨房 川普对此事称心如意 他们在两个小时内就能抵达纽约 随后川普回到他在纽约的帝国巅峰川普大厦 他赚钱的生意几乎都是在这里完成的 与此同时 邓肯机长则驾驶波音757回到空中 他用了45分钟加油 然后飞往乔治亚州的布伦瑞克 飞机将在那里进行检修 以达到川普要求的高标准安全状态 即使有两班人员夜以继日的工作 要保证下一趟任务能按时起飞 维修进程也会变得很赶 这里大约有100多名高级维修技工 因此才能接到川普这样的大客户 这次川普要求的升级却非例行检修那么简单 他们要进行大规模的结构检查 还要升级内装 安装无线网络系统 然后升级涂装并改装邮箱 他们只有三周的时间把所有项目及时完成 才能让川普接下来顺利飞往英国进行主题演讲 这是一个大工程 要处理的工作非常多 但是时间却很短 很快这架飞机已经待在检修是一周的时间了 川普的私人机长邓肯从棕榈滩前来监督工程进度 他要确保一切进展顺利 此时飞机的内部变得一团乱麻 内装拆的七零八落 都是为了安排全新的无线网络系统 川普的木匠麦克科特需要谨慎处理内部的细节工作 他们从后面往前开始制作 同时川普还想要换掉厨房的地板垫 因为中间的裂缝破坏了他要求的完美无瑕 邓肯也要对各种小细节叮嘱到位 以免日后川普先生对改造心有不满 为亿万大亨唐纳德川普改造一架私人飞机是什么体验 这让周围的人都忙前忙后如坐针毡 这一位就是川普的德利副总裁监首席助理罗纳格拉夫女士 他为川普工作已超过二十多年 他打来电话询问邓肯机长维修进度如何 他想知道这架飞机何时可以飞往拉瓜迪亚机场 带川普前往英国 在确认好时间以后 他将时间安排再转达给川普 现在工程进展到引擎部分 引擎的前整流罩送到转包公司进行维修 到目前还没有送回来 前整流罩是覆盖引擎前方的原型罩 它的作用是引导空气进入涡轮并保护引擎不受损害 没有前整流罩飞机就不能起飞 接下来邓肯机长回到佛罗里达州的棕榈滩 开始规划前往英国的飞行计划 他打电话到伦敦史坦斯特机场的固定飞机托管运营商 通常像川普号757这种规模的私人飞机有特殊要求 一般商业服务无法提供服务 邓肯必须亲自确认一切细节 包括对飞机的清洗服务 以及运送行李的装载机 还有对方机场的阶梯是否达到机门的要求高度等等 但是就在邓肯安排飞行计划时 坐在川普大厦里的川普对出行计划 又丢出一个意想不到的改变 大家对此都细以为常 因为川普经常就是变来变去 谁也捉摸不透 接下来川普决定在飞往英国伦敦之前 他要前往苏格拉阿伯丁 目的是加强促销他最新的高尔夫球场 并在那里停留两天的时间 现在的任务已经敲定 伯因757将从布兰茨维的检修站出发 到达纽约拉瓜迪亚机场接上川普 然后到达位于苏格拉阿伯丁的川普高尔夫球场 停留两天 最后到达最终的目的地伦敦史坦斯特机场 邓肯机长面对变来变去的计划也只能欣然接受 他需要提前对这些地点做好功课 他知道在阿伯丁需要特别注意 因为那边的跑道非常短 必须确保起降是维持适当而精确的重量 于是他调整好飞行计划 与此同时波音757的检修几乎完成 所以邓肯赶紧回到布兰茨维的检修站 就在同一时间 飞机的前整流照也维修完成送到这里 乍看之下一切都很完美 但是他们突然发现送来的其中一个整流照的续号 与川普号原先送去维修的不一样 因为川普的这架飞机还比较新 他希望所有的零件都是原装的 而不是中途更换过的 在一番沟通后 对方保证将正确的部件马上送来 接下来就是安装整流照的时刻 与此同时内装部分也在解锣密鼓的进行 由于川普对细节的要求非常高 所以他们在操作时都需要戴上白手套 确保所有的零部件没有划痕 在安装好每一个零部件以后 都要确认线条的对齐程度 此时内装的面板也在一片片的组装完成 组装完成以后 接下来就是用牙刷和清洁喷剂小心的清洗 他们需要将飞机的内部打扫得一尘不染 邓肯机长说 川普的势力就跟老鹰眼一样 哪怕是一丁点的污染都会引起他的注意 完成飞机的内装以后 就是飞机的外部涂装环节了 工厂里正在紧锣密鼓地进行川普号波音757的外部涂装 他们需要将川普飞机的外观做得很拉风 因为川普不差钱 他要求维修站将这架飞机整得像风一样的美男子 但是改装可能会让飞机重心偏移 所以完成以后他们需要过磅称重 他们在飞机下三个不同的点放上起重机 分别位于两个机翼和机头 然后缓慢地将飞机抬起 得出的结果是这架飞机的总重量达到了144吨 接下来只剩下一个小时就需要开着这架飞机去接川普了 现在将飞机脱离机棚进行加油 在所有可预期的计划中 唯一可能影响起飞的就是未完成的地板电 还需要两个小时才能完成 此时川普又打来电话催促进度了 如果不能在午夜前及时到达拉瓜迪亚机场 机场很可能会关闭跑道进行维修 在延迟两个半小时后终于完工 现在这架飞机正式起飞前往纽约 他们前往拉瓜迪亚机场 那是美国非常繁忙的机场 于是邓肯机长计划赶在晚上9点前到达 让川普登上飞机 由于这架飞机安装了加速器 所以机长还是很有信心能够准时到达 在邓肯驾驶飞机飞往拉瓜迪亚机场时 川普大厦的餐厅正准备晚上飞行的餐点 厨师说这里每一天都是感恩节 行政总厨克里斯迪瓦为航空餐点设定了高标准 他们今晚只为四位乘客做菜 即使这只是一道宵夜 他们仍然需要全力以赴 主要的菜肴有龙虾沙拉 开胃仙人 烤火鸡肉 烤牛腩和自制卤水牛肉 同时再配上自制饼干和食锦蔬菜沙拉 可以说是相当的丰盛 随后厨师通知川普的保镖 安排餐点的运送 这些食物都是用透明的塑胶和包装 让机场安全人员可以检查 餐点也是直接从川普大厦运送到它的波音757 此时飞机也快到达拉瓜地亚机场 但是天气开始变得异常 一般客机和私人飞机可以花时间在待免航线盘旋 四级降落 对于亿万富翁川普来说也没有快速通道 还是要以先到先服务的原则办理 尽管地面有物 邓肯终于获准降落 作为私人商务喷射机的飞行员 邓肯必须向较小的私人航空站报道 他们没有任何商业航空公司的支援 因此到达机场是需要自己加油 自己准备餐点 自己安排洗手间的设备 机长预计晚上九点前离场 在此期间足足还有三个小时来完成这些工作 但是直到现在他还不知道自己的老板川普会不会准时出现 会不会有临时改变主意 于是他再次打电话进行行程确认 此时川普还在办公室背着总统辩论稿件 他要等到看完才会离开 川普的手下也正在有条不紊地安排着处行方案 他们只有半小时让川普通过机场的私人安检 然后上飞机起飞 接下来一切准备妥当 只等川普准时抵达机场 为亿万富翁川普的一次出行计划进行安排 让所有人可谓焦心焦虑 现在是深夜11点40分 地点位于纽约拉瓜地亚机场 20分钟后机场就要关闭 但是还是不见川普的人影 如果再10分钟不来 很有可能今晚就无法去往苏格兰的川普国际高尔夫球场 大家都在焦急的等待 就在关键时刻 川普美丽的私人空服员得到今晚的第一个好消息 原来他提前收到消息川普正在经过安检 很快川普出现摆出他的招牌动作 随同的还有唐纳德川普二世 他今晚要和他老爸一起搭机 同行的还有川普公司的高级主管 接下来邓肯启动飞机正式起飞 此时距离到达苏格兰差不多5个多小时的航程 川普的这架波音757私人喷射机飞越北大西洋 巡航高度是41,000尺 飞行6小时后 飞机准时到达苏格兰阿波丁准备降落 跑道不到2000米长 对于这架飞机来说很短 邓肯机长依靠老道的经验顺利降落 川普的第一个事项就是探访他的高尔夫球场 此时机长和空服员得以去酒店休息片刻 但是川普要求等于会开着飞机去球场上空低空腐掠 川普乐爱打高尔夫球胜于一切 这里就是川普国际高尔夫球场 占地240万平方米 于2012年开幕 川普只要一有机会就会给他的球场做宣传 他给这里的定位就是无论你走到世界的哪个地方 这里都是打高尔夫球最棒的地方 川普对他的高尔夫球场和他的波音757同样感到自豪 第二天邓肯按时来到飞机驾驶舱 他今天要驾驶飞机低空掠过川普球场 这给机长带来了很大的难题 此时川普乘坐专车难得准时到达 他要求低空掠过球场时的高度是越低越好 但是邓肯机长受到的航空管制是不能低于3000尺 由于川普的大名在外 最终他们准许这架飞机在1500尺的高度飞行 波音757的主要功能是飞得又高又快 而不是又低又慢 为了在下降和减速时增加升力 机长延长了机翼前的缝翼 同时让后面的机翼放低 邓肯机长按照川普的要求在球场上空进行八次行盘旋 此时速度很低 只有时速315公里 完成任务后 接下来他要带着川普飞往伦敦 在这里将川普放下 邓肯需要在飞机上补足43000升喷射机燃料 天黑以后川普完成了行程归来 接下来他要乘坐这架飞机回到纽约 这趟行程需要6个小时 对于川普来说这架飞机可以满足他很多的商务会议 在这样的环境下他完成了一单又一单大生意 好了这就是川普号波音757的航行日常 这是一辆怪兽级的越野房车 是一位卡塔尔王子耗资120万欧元购买并改装 相当于860万元人民币 它可以跋山涉水如履平地 房车内部经过特别的改装 包含巨大的冰箱、水箱、淋浴房和空调系统 以及安装在屋顶上的巨大太阳能装置 同时还有向外部自由伸缩的华仪舱 走进改装车场 这里有一台崭新的曼恩TGS卡车 会被改装成越野房车 这台卡车本身的价值高达22万欧元 有一台12.5升排量 480匹马力的发动机驱动 有四根车轴全轮驱动 车长达到了9米 但是客户还是想再给它加长2米 接下来改装的第一步就是拆下后车轴 这个后车轴重达2吨 是全轮驱动系统的一部分 在加长它之前 必须把车架切短20厘米 因为这一截上面的巨大孔位 会让整个结构变得不牢固 拖车运过来的这些加长部件是定制的 并且超过50公斤重 它需要与原车的车架精确的匹配 任何偏差都会影响车架的净平衡 如果想要它承受沙漠地带的极端越野环境 它们采用气体保护焊接 像亚气这样的气体会在焊丝周围提供保护 它的作用是防止焊缝中出现气泡 经过5个小时的焊接打磨 车架被完美地加长了2米 这台卡车上装的重量超过27吨 因此必须安装加强支架 并且每个支架都用超过20个螺栓固定 接着将后车轴放到了新的位置 并用12个螺栓固定在车架上 之后它会被连接到传动轴上 并且接上刹车和电子系统 此时经过改动的这台车轴距超过了8米 接下来将曼恩卡车开到了特殊车身建造区 此时这台TGS的底座长达11米 重达8吨 此时轮到车厢和底盘相结合的时刻 整个改装过程也由王子派来皇室人员全程监督 改装工厂的老板说 从中东过来的客户几乎都很难交流 他们有很多特殊的想法 不过无论想法是否可行 我们都会将客户的愿望变成现实 主要是他们愿意付出大把的钞票 中东客户提出的第一个特殊要求 就是在车辆的前部安装一个巨大的脚盘 由于尺寸巨大 所以这辆车的前脸都会被重新设计 接下来的第二个特殊要求 王子客户需要看到这个9米长的上装车厢 安装到车架上的效果 这个车厢的面积达到25平方米 在接下来的几周里将会被豪华所填满 由于使用了厚达6厘米的超厚三盒板 改装后的超级房车可以使用超过30年 王子客户看到这里露出了满意的笑容 整个车厢有5个窗户 加上门和空调的洞 一共预留了13个开口 王子客户希望里面是卧室 侧面是厕所和浴室 外面是厨房 厨房的旁边是乘坐区 最前面还需要有一个卧室 另外还有一个特殊的功能 就是这个滑意仓 整个乘坐区可以通过液压伸出车体 为车厢带来两平方米的额外空间 同时安装4台60寸的数字电视 所有的要求敲定下来后 就是打造豪华车厢的时刻了 改装这辆价值120万欧元的曼恩TGS 从5名工程师和一台起重机通力协作开始 第一步他们将4吨重的车厢吊起来 然后将8吨重的车底架倒车入库 整个轴距高达8米 想要完美的对接 需要驾驶员高超的技术 工人将车厢底部的三个固定器 精准地放入底盘上的凹槽内 然后由18根5厘米长的螺栓固定 在打造内部装饰之前 需要1比1地复刻出所有圆形 以便给客户确认 这个25平方米的复刻品 包括两个卧室 一个厨房 浴室 还有可深处的居住区 由一名木工师傅花费四周打造 他使用油木的贴面来制作面板 这个贴片只有0.6毫米厚 整个内饰所用的油木贴片 都是来自同一棵树 使得整个面板做出来以后 呈现树干的整体纹路 整个内饰设计 需要用到600平方米的贴片 加起来可以覆盖三个排球场 面板的木质材料是由化木制成的 这种材质的木头防水耐热 工人在上面刷上胶水后 将油木贴片贴在木板上 他们之所以不使用真正的实木 原因是真正的木材太重了 同时他还不能承受越野时的扭力 在80摄氏度的时候 面板被送进压制机 只需要8分钟就能将一块木板制作完成 光这辆豪华房车的内饰改装费用 将耗资40万欧元 与此同时 工人也在安装巨大的脚盘 这个脚盘的钢篮6厘米宽 70米长 重达150千克 脚盘的总价值超过2.1万欧元 完成以后就是进行喷漆环节了 工人遮住驾驶舱 有两名喷漆工先喷一层白色底漆 接下来是王子客户特意选择的香槟银油漆 第三层是透明密封漆 整个外层一共需要耗费15升油漆 接下来就是内部装饰的安装 弹簧被安装在双层床里 再装入床垫 这个儿童房间就完成了 安装空调系统的时间要久一点 然后用巨大的盖板将空调系统隐藏在里面 这个空调系统的功率高达1万瓦 也是全车最大的耗电电器 由柴油发电机为空调提供电能 接着工人将水箱装满水进行测试 一个水泵通过110米长的管路供应厕所 淋浴房和厨房的用水 然后废水被泵到卧室的下面 这里放置了废水箱 这个马桶也只能在邮轮上才能看到 价值也是相当的昂贵 车头安装了一个巨大的防护罩 用来保护脚盘 LED照明系统可以将周围30米的地方照成白天 安装在屋顶上的是一个12磅的太阳能装置 为车辆内部所有小型设备提供电源 全车总电能消耗会达到12000瓦 光内饰部分就花了6000个工时打造 里面除了卧室、厕所、浴室 以及厨房这些最基本的生活设施外 最惊艳的地方还是这个3米宽的华一舱 这个华一舱生活区向外伸超过60厘米 能够显著增加内部面积 液压结构需要90秒就能完全向外延伸完成 它最大的特别之处就是华一舱伸出后还可以承重 接下来的几周 这台曼恩TGS房车将会被送到卡塔尔王子客户的手中 此时此刻 位于德国柏林的另一处改装工厂 一辆老式的奔驰卡车也正在被紧张的改造当中 这是一台1988年制造的奔驰NG80卡车 虽然有30多年的历史了 但是只跑了27000公里 现在价值大约只有15000欧元 通过今天的改装将飙升到25万欧元 改装后的效果是这样的 首先改装的第一步从拆解开始 工人用起重机将原有的车厢调离 之后会为他打造一个全新的车厢 接着检查卡车原有的底盘 没有问题的话就会被送去清理并重新上齐 但是悬挂需要被重新设计 整个车架要身高10厘米 同样刹车管路也会被替换 还会给电路系统安装全新的电缆 接下来来到地棒处称重 由于购买他的车主是1998年拿到的驾驶证 所以他只能驾驶不超过7.5吨的车 目前车辆的重量是5820千克 所以接下来车厢的设计必须尽可能的轻巧 接下来他们花费13000欧元 买来了一辆1985年的梅赛德斯NG80 这台车上的很多备件可以拆下来使用 特别是这个比普通驾驶室长60厘米的绿色驾驶室 并且它的重量大约只有800千克 工人利用起重机将两个驾驶室进行互换 同时他们将驾驶室的后面切出一道门 因为买家希望可以从驾驶室直接进入车厢 三个小时后 驾驶室安装完毕 接下来就是更换老旧的零部件 整个过程需要花费一天的时间 同时全新车厢的制造也在同步进行 他们使用的是6厘米厚的复合板 墙壁由特殊的泡沫制成 同时被铝板覆盖 这种设计保证了极佳的隔绝性 与30厘米厚的砖墙相比 唯一的区别就是复合板更轻更薄 一个铝制框架构成了上桩的基础 它重达180公斤 工人在街缝处涂上特殊的粘合剂 整个车厢由四面墙 一个地板 一个天花板粘合组成 然后利用紧固螺丝固定 然后再打上数百个锚钉 最后铺上地板 盖上车顶 至此这个5米长 2.5米宽 2.3米高的全新车厢就完成了 紧接着内饰的建造正式开始 他们安装好两个200升的水箱 它可以让两个人正常使用一周的时间 然后装好冰箱 同时在舱内安装了600米的电线 40米的水管 紧接着开始打造卫生间 与此同时在工厂的另一边 工人翻新了车架 并将其涂成了黑色 驾驶舱也由绿色变成了银灰色 并且将底盘升高了10厘米 换上了更大的轮胎和新的弹簧 接下来就是将车厢与底盘相结合的时刻 他们制造了一个车厢底部和车架之间 使用的特殊固定器 还可以保证车辆在越野的时候 车厢仍然保持静止不晃动 安装好三个固定装置以后 将底盘倒车入库再缓慢地降下车厢 他们给这台车搭载了一台奔驰的 八缸14升发动机 提供280匹马力 虽然这台发动机已经使用30年了 不过它依然强劲有力 此时从驾驶舱到车厢的门 也完成了切割 内部的存储空间和床架 也基本打造完成 光设计这些家具就花费了四周时间 完成整个内装还需要三个月 装在屋顶上的五块太阳能板 是动力来源 它可以产出680瓦电力 能量被储存在电池中 接下来是安装脚盘 它可以卷起60米长的钢绳 承重高达6吨 经过12个月的精心打造 这辆越野房车 被拉到德国的一处废弃煤矿 进行越野实战测试 车主也是在此时第一次看到实车 开着一台拥有900升油箱的长途房车 周游全世界 它终于实现了它的梦想 不过这也花费了它25万欧元的代价 在某些二线城市能买一套房子了 当车主走进车厢的那一刻 它已经彻底被征服了 在这个12平方米的小房子里 有真正的玻璃窗 双层床 厨房 厕所和浴室 去飞机制造厂提一架能飞到17000米高的私人喷射机是什么体验 这是一架耗资1400万美元打造的土豪级私人喷气飞机 相当于人民币1亿元 亿万富商大卫摩根和他的妻子从美国加州飞到堪萨斯州 兴奋之情已经一预言表 今天他们要把这架豪华的庞巴迪蒂60X2带回家 为了满足富豪们的私人定制需求 工厂里2500名工人需要组装 是非 完成涂装 并准时交出完美的喷射机 实际上利尔喷射机早已是私人豪华飞行的代名词 因完美的流线和轻量化而闻名 其中60X2更是这家工厂专业性的代表 所有定制机型都在美国堪萨斯州威气塔的工厂里手工打造 它就像是航空界的一级方程式赛车 利尔公司创造了第一架商务喷射机 60X2更是传承了他们所有的特点 其巡航高度高达17000米 比普通商用客机高出30% 两具普惠引擎的马力相当于12辆布加迪威龙 在高空以时速861公里遨游 从洛杉矶飞往纽约不到5小时 也只需一桶燃油 这款飞机结合超跑的空力效能以及喷射战机的力道 这些特点也引来全世界的富豪名流纷纷订购 利尔喷射机属于庞巴迪航太公司 这也是全球第三大民航公司 60X2在庞巴迪全球家族中实属独特的存在 因为它是唯一在同一地点建造的飞机 这里就是利尔喷射机的超级工厂 位于美国的中央地带堪萨斯州威气塔 这家工厂在1962年建立 从原本的单栋建筑扩充到一系列专业化的厂房 利尔喷射机50年来都是富豪名流的象征 但是他们也遭遇过至暗时刻 80年代最大的经济崩盘撼动了这家公司的核心 为了挽救岌岌可危的市场 他们先是把整个制程都电脑化 让管理变得更加容易 在电脑化之前 每个机工都要在数千个零件中找出零件来完成制造 现在机工只会拿到每日的零件包 把完成的工作登陆在数位工作站 每6分钟更新一次飞机的建造进度 同时工厂也实现了现代化的实体环境 所有的楼面和家具全数经过涂装 每一个东西都以颜色来区分 这样更干净明亮更有秩序 他们相信在好的环境里工作 可以让工作人员更有干净和想象力 为了建造富豪大卫摩根定制的飞机 工厂需要超过48000个组件 其中65%由工厂自己制造 而一切就从一片铝合金板开始 就在航空结构楼的组件车间里 高级铝合金是利尔喷射机轻量化设计的关键 此金属的密度是钢铁的三分之一 但强度却大了将近三倍 同时还有挠取性 让飞机在爬升时收缩 在降落时延展 电脑化的钻刨机在这张铝合金板上标记出多达500个组件 现在工人拿的是一个异类 经过沙漠确保表面平整一致 然后平面的材料变身成为立体的组件 放在模具上盖上保护橡胶片 送入水压机 液压会让这一段裁出来的部分按照模具的样子成型 异类接着要进工业烤炉 以482摄氏度烘烤30分钟 热度会优化合金的内部结构 接着烘烤过程结束 放入冷水里洗个澡 零件再次被放进一系列的化学溶液 接着洒上特殊的绿色底漆 目的是为了对抗腐蚀 最后被推车送去组建仓库 准备配送至组装厂房 比尔喷射机创立于60年前 如今每架喷射机依然挂着创始人比尔利尔的名字 这种飞机专门给电影明星和富商乘坐 因此高飞豪族这个说法应运而生 比尔利尔的血液里留着发明和企业家精神 他在利尔喷射机之前便发明了汽车广播 命名为摩托罗拉 这也是他创造的第一个超级品牌 到了1932年 他将摩托罗拉卖给了保罗加尔文 自己则将注意力转向了航空领域 于是他寻找可以用来改造的飞机设计 在1960年代初 他找到了一款瑞士制的地面攻击机皮16 于是1962年在威气塔进行改造 一年后首架利尔喷射机升空 如今这款利尔60X2 直接继承了当年那款由战机改造的商务喷射机的理念 他们将早期的利尔喷射机的机翼延长了两米 因为60X2比早期的利尔喷射机中了大约一倍 但是这仍然是同级中最小的机翼 利尔喷射机的机翼也在工厂的航空结构楼制造 这里也是工厂的心脏地带 整个机翼的翼展部分分为五站来进行制造 首先是带有六根水平翼梁的垂直戟 在一个专业的家具上进行组装 到了下一站会再追加两根翼梁 这八根源用于战机承载武器的翼梁 让利尔60X2的机翼拥有战机的性能 一间可以上下挠取近两米 同时这个机翼还有另一个惊人的功能 它是容量达1600升的油箱 机翼的上蒙皮每个锚钉和螺栓都需要密封 进而使得油箱低有不漏 即使使用特制密封胶抵抗航空燃料既有的腐蚀性 进而延长飞机的寿命 上蒙皮和骨架封存完毕 下蒙皮被调制定位 组装完成的翼展超过13米 呈现出极具空力效率的V字形 能增加让飞机保持在空中的生力 同时降低拖慢飞机的风阻 同时还有另外一个利尔喷射机开创的设计特点 能够进一步降低风阻 这就是一窍 这些垂直一间安装在主机翼结构两侧的尾端 当高压空气通过机翼底下会沿着一间卷区 进入通过机翼上方的低压空气 造成一间涡旋而带来风阻 装上翼翘会形成屏障 破解掉涡旋和风阻 带来更平顺的航程并增加续航力 利尔喷射机降低风阻还有最后一招 那就是设计在空气较稀薄的超高空飞行 但这有个缺点 在这种高度下温度降至设施零下45度 可能导致机翼前缘结冰 既会增加重量 也会扰乱气流 这两者都有可能致命 为了避免这种情况 将成为短敌管的打孔钛管安装于机翼前缘 喷射引擎的高热排气被导进管中 并从这些孔洞中排出 这样就能加热机翼前缘避免结冰 当液压系统和起落架安装完成后 这个机翼便准备和机身相遇 机身正在同一座厂房中成型 就在机翼组装的旁边 组装一架价值1亿元的私人喷射飞机是什么体验 机身建造始于打造住引擎脚 这根梁能抵挡引擎9200磅的推力 机身的支撑构架由垂直合金柱制成 以及水平的铝合金支柱 称为横条 最后会加上蒙皮再进入产线的下一站 铝支蒙皮先以临时扣件固定 检查无误后用锚钉永久固定 利尔60X2以纯手工打造 超过43300根锚钉固定 人工打锚钉需要两名技师串联作业 锚钉若是打得很技巧 能让接合处防水、气密 同时能让金属延展和收缩 因为当这架飞机爬升到17000米的巡航高度时 机身会收缩9毫米 完成的后段接着被调制产线放上主家具 准备和前段结合 此时60X2的挡风玻璃自加州一家专门制造商处送到这里 赫伯贝利是里尔最资深的员工 他在这家工厂工作了46年 每一面挡风玻璃都离不开他的精心照料 他需要检查出玻璃是否变形或出现其他瑕疵 这面挡风玻璃的厚度仅3公分出头 有5层亚克力塑胶叠成 当中加有超薄的黄金加热膜避免起雾 里尔喷射机60X2的挡风玻璃是商务喷射机中最大的 而且角度也很锐利 要是飞机遭遇鸟机有助于让鸟解体 将挡风玻璃的损害简直最低 挡风玻璃撞好后 驾驶舱被吊着放上机笔段 在机笔后面用预组装的板件搭起客舱 板件卡置定位并用锚钉固定 这是里尔喷射机唯一较高的舱室 能让成人在里头站直身 完成的前段被吊上高架起重机 移去主家具和等候的后段结合 此时机尾组装来到关键阶段 水平尾平面即将和垂直赤锁在一起 这两者是用一根角销箱连接 这让尾平面能在梳轴上转动 方便飞行员优化飞行时的控制 为了将结合处的缝隙降至最低 这根碳钢支疏栓必须先做冷缩处理 利用干冰超冷处理到摄氏零下79度 拿出来之后得在14秒内装好 后段和前段结合后 要把完成的总成调理主家具放上长区地板 此时整个总成达到17米长 机身安全落地后能和机尾总成连接 最后是安装机上电子功能的控制线组 共有24公里长的线组是从电子站送来的 这张板子代表飞机上的线路铺设 线组放在上面做好测试 整个配件圈有超过6000条线路 连接 焊接和测试需要一周时间 结束后从板子上取下线组装袋 直接送去机身安装 接下来机身从建造他们的航空结构楼移至最后组装楼 飞机就是在这里被结合 机身被抬高挪出足够的空间 接着将机翼推到机身下部 同时降低机身高度与连接处完全吻合 机翼和机身仅靠8根螺栓固定 两根各自能承受五头大象重量的 镍合金螺栓作为主要的连接 同时一名电工在引擎方 正替加拿大运来的普惠引擎进行最后的调整 每具引擎的重量等于一辆哈雷机车 但马力多了超过100倍 一个称为简阵香蕉的特别街头 协助隔绝引擎的噪音和震动 在飞行室营造出更安静的座舱 两根个超过800美元的 镍合金螺栓承受引擎的推力 并处理极端的运作温度 另外两根碳钢螺栓安静拥挤的零件当中 借着轻敲置定位并加以锁紧 就靠这两根螺栓避免引擎掉落 此时这架飞机几近可以飞了 现在它离开最后组装楼前往量产飞行站 如果你购买了一架价值一个亿的私人飞机 你知道怎么开吗 看完视频也许你就会了 当飞机组装好后 在量产飞行站还要完成许多工作才能试飞 工程师仔细检查组装细节 一切无误后便交到航电技师处 他们要在地面上进行航空电子测试 并把飞机带去跑道外检查引擎性能 至此这架60XR通过了所有前期阶段的测试 接下来真正的关键性测试是 它在制造完成后的首飞 飞行员坐上驾驶位 首次飞行被称为绿色飞行 因为还看得到飞机上的绿色底漆 飞行员把油门往前推 飞机加速至时速超过250公里进行初次起飞 飞机以每秒十层楼的速率爬升 在5666米的高度拉平 接下来飞机将在空中测试机上 所有系统超过两个小时 并让大卫摩根定制的这架 私人飞机经历一连串的紧急程序 首先是起落架 要是没有轮子 降落这架1400万美元的喷射机 岂止冒险而已 先是起落架降下 再是起落架收回 然后打开进翼 此时飞行员继续进行超500项操作测试 接着要关闭飞机的主电力 测试最严重的电子仪器失灵 并关掉了主要的航电装备 现在飞行只能依靠最基本的驾驶舱仪器 测试完成重开电源 现在是危险性最高的失速测试 通常由失速所造成的坠机 多过任何其他的紧急情况 在飞机失去速度或爬升太陡时 造成机翼停止制造生力 而飞机保持在空中就是依靠生力 一旦飞机没了生力会像落下了石头 失速测试的目的就是要知道 这架60X-2是否能处理刻意的失速 引擎怠速时飞行员拉机壁来减低空速 速度来到105节 指示器变成红色 这架飞机失速了 以每秒超过7米的距离坠落 此时飞行员必须让气流通过机翼 并重新取得对飞机的控制 终于实现完美的掌控 至此试飞测试结束 回到飞机制造工厂后 现在该到烤漆方上颜色了 这架飞机在未来的14天都将待在这里 在喷漆之前飞机的蒙皮 需要先用有毒酸液来强化 钝化剂喷涂在所有金属表面 这会和铝制蒙皮起反应 让蒙皮变得更硬 也能形成上底漆的完美表面 然后用水冲洗避免飞机受到永久的伤害 这要在加热时烘干4小时 然后是两人一组喷涂底漆 这个过程仅需45分钟 接着还要加上两层整面涂料 这些七层提供平滑防腐蚀的基底 再来是将飞机锚钉的凹处进行补涂 再沙漠至平坦 最后是喷涂表面的亮漆 这架飞机将用掉182升的涂料 之后有60%会被沙漠掉 然后要来美化内装 座椅用的皮革 地毯用的羊毛 柜子用的牧师板 只要你钱够多就一切都可能 你的梦想 他们都能帮你做到 客户决定了主题后就可以正式开工 自住室厨房是让这个空机身成为豪华客舱的第一部 60X2最多可搭载8名乘客 这里有电视和无线上网 香槟在迷你巴里浸凉 一切就绪后 富商大卫摩根和妻子从加州赶来提机 好了这就是利尔斯人喷射机的制造过程 也许你怎么也想不到 这辆价值2000多万的布加迪超跑 只是由三名来自乡村的精神晾载 整整耗时365天纯手工打造完成 看完今天的视频 相信你也能拥有一辆布加迪威龙 接下来我们就用几分钟的视频 来展示打造布加迪超跑的全部过程 三位晾载算是高手中的高高手 通常他们在村里非常的低调 平时只穿着9块9的凉拖子 但是他们已经纯手工打造过很多部超级豪车 首先第一步 就是要找一个建筑工地捡来一些结实的废钢材 焊接一个牢固的能够沉重的基础框架和四个轮子 接着去村口的小卖部 买几卷透明胶把钢架缠绕起来 让整车看起来有着布加迪的轮廓 然后卖着东北F4的小碎部 来到山头的小池塘里 搞一些小时候玩的黄泥巴 将他们沾满布加迪的全身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 但实际上非常的重要 他们需要纯手工一块一块地捏 然后贴在透明的胶带上 就像燕子柱巢一样 考验着割几个的耐心和技术 他们从白天干到晚上 又从晚上干到白天 因为豪车造得像不像全靠这一步 在整个过程中不光要捏泥巴 还需要不停地洒水 然后用刀子刻画出布加迪外形的优美线条 大家记住 世上无难是只怕有心愿 只要你付出真心 凤姐都能被你打动 终于经过了9981关以后 这辆用黄泥巴制造的布加迪车身已经完工了 接下来他们将胶水涂料和石膏混合而成的布明物体 直接均匀地倒在车身之上 当这些混合物干透以后 他们又在车身四周焊接一些钢架 这样起到支撑车体的作用 然后再来到车子的内部 将最先焊接的车架切割掉 再把泥土制造的外壳玻璃掉 这样整个布加迪的车体模具就成型了 然后他们还非常讲究的 给车体不平整的地方刮上一层镊子膏 最后他们到市场上买了一大袋石毛粉 还有玻璃纤维和树枝 胶水之类的东西 然后将这几种材料精心地配比搅拌均匀 用毛刷子均匀地涂在外壳上面 紧接着再将玻璃纤维一层层地贴上去 这个过程也非常的耗时耗力 加上南纹的胶水味 也让他们不得不戴上口罩 整整干了七七四十九天以后 此时用玻璃纤维混合物制造的外壳已经成型干透 然后再将外层的石棉混合物拆掉 最后用高压水枪将杂物冲洗干净 至此这个用玻璃纤维制造的布加迪威龙的外壳就完成了 这就是由三名乡村F4打造的布加迪威龙的玻璃纤维车壳 实际上这才刚刚开始 好戏还在后头 接下来进入制造车架的紧张过程 首先第一步 他们自己动手用钢管焊接打造出一个底盘 然后将布加迪的外壳拖到底盘上方 接下来所有钢管的切割 纯手工焊接 比例尺寸的把握 全部都是纯自主独立完成 就冲着这份自主独立制造的精神 也必须为小伙们点赞 他们还用钢管焊接了一套车辆悬架系统 然后将制作好的悬架与车架底盘组合到一块 接下来就是将外壳拿掉 然后又去搞了一台二手的丰田12钢老旧发动机 这台发动机看上去也已经几十年了 不过经过小伙的测试 性能还是杠杠的 要想让这台布加迪超跑0百加速达到2.5秒 这台发动机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然后他们又用钢铁切割焊接制作了一个刹车片 由于这台发动机时间太久远了 发动机身早已锈迹斑斑 于是他们将发动机重新清洗一次 然后进行打磨除锈再喷上一层漆 现在看起来已经焕然一新 将变速箱与发动机连接好以后 他们又接着制造车辆底盘的其他配件 然后将发动机先吊起来 安装到车架底盘之上 用超大的螺栓固定好发动机以后 接下来就是将发动机与传动轴组装到一块 然后他们又去二手市场买来了一套减震器 一顿操作猛如虎以后 接下来就是安装刹车系统 这个刹车盘的制作也非常的简便 首先使用钻孔机将刹车盘钻上几个洞 再固定在轴承上 之后装上逃来的废弃刹车盘 紧接着再把50红光上退役的轮子安装在这里 然后紧固好螺栓 至此这台布加迪超跑已初步完成 做的就是测试一下车辆能不能跑起来 这是三名农村小伙 纯手工打造的布加迪威龙车体 现在他们开着它来到村头 主要是测试一下发动机的起步加速性能 在确认好跑起来不比电瓶车差以后 他们回到车间 开始安装车身的其他配件 首先将车辆的外壳安装完成 然后制作一个简易的中网 这个中网也是直接拿废弃的狗龙改装而成 然后还喷上了一层黑漆 接着将车壳车头有瑕疵的部分 进行了打磨改进处理 然后又焊接了一套拉风的排气设备 再就是车门的制造与安装 以及一些细节的打磨处理 完成以后就是车辆的仪表和中控台部分 与刚开始的制作一样 还是选用黄泥巴制作出模型 然后再涂上树枝胶水和玻璃纤维 包括车门以及其他的内饰部分 都是用这种方式打造 也不知道这样做出来的 甲全值是不是会爆表 一番操作猛如虎以后 车辆的仪表板和中控台已经制造完成 车门里面他们还不忘加装了一套钢架固定 以增加防撞力道 安全性能还是要排在第一位的 之后用硬纸箱糊起来 然后抹上数只玻璃纤维 再上烤漆 这样车门就完成了 座椅部分也同样是先用黄泥巴捏造型 然后用玻璃纤维做出座椅的轮廓 以及方向盘也是这样制作出来 他们还制造了一套拉风的电动升降尾翼 过几天来自淘宝的大灯设备终于到火了 他们将线路连接完毕以后 测试车灯能否正常开启 接下来他们用一种带颜色的树枝 调出来尾灯的颜色 然后打磨成尾灯的形状 至此这辆布加迪的基本配置已全部制造完成 接下来就是细节的处理部分 他们需要不停地打磨 抛光和清洗 完成以后就是喷漆部分了 首先将不需要喷漆的地方遮挡起来 先给玻璃纤维外壳喷上一层底漆 完成了底漆的喷涂以后 接着就是上颜色了 他们首先将车体的一部分遮挡住 喷上了一种黑色油漆 然后又调了一种蓝色的漆 将整个车体喷成了蓝黑双拼颜色 就这样价值2000多万的布加迪威龙诞生了 并且纯手工打造 那么问题来了 看到这里你学会了吗 如果你也有一个像大鲨鱼这样既逗逼又慷慨的朋友 是一种什么感觉 奥尼尔买车就跟买白菜一样 然而就凭他这小身板 无论哪一辆车都容不下他 好在大鲨鱼有一个开改车厂的好朋友小蚂蚁 有一天大鲨鱼看到了威廉姆斯开着一辆怒放的大吉普时 感觉酷飞了 他的小行单就一直扑通扑通的跳 于是立马找到了好朋友小蚂蚁 大鲨鱼希望他能给自己改一辆木马人 于是小蚂蚁马不停蹄地先去买一辆木马人 老板听说是给大鲨鱼买的 很不情愿地又加了十万块 很快设计师就做好了渲染图 于是小蚂蚁又找来了改车师傅们商量报改方案 他们用的是一辆2010款的吉普木马人 因为是给大鲨鱼改装的 所以一定要大 他们准备将普康的悬吊抬升起来 再加上福克斯的减震器 然后用上芒果排气系统让它彻底咆哮起来 第二步是把四门变成两门 首先需要将买来的门一切为二 然后再与原门焊接在一起 这样就重新制造出一扇符合大鲨鱼身材的门 采用的都是定制的窗户和门板 让它们看起来和原装的一模一样 接着再用巴斯夫涂料将整车漆成纯黑色 搭配大鲨鱼的肤色 再加上独蜘蛛车身和挡泥板 保险杠 使密提脚盘 车顶再装一个 再记得爆闪灯 下面安装一个将近开 里面的座椅上少不了大鲨鱼的亲笔签名 仪表盘也涂装成亮黑色 两个12英寸的先锋低音喇叭 五个扩音器 最后配上欧洛克车灯照明系统 接下来就是正式进入爆改环节了 为大鲨鱼奥尼尔改一辆木马人是什么体验 一切就是大大大 在大点 工人首先需要将这辆2010款木马人大卸8块 接下来福克斯减震 芒果排气系统和罗宾汉台升剑全部到火 工人首先利用千斤顶将车顶升高 然后把悬吊剪下来 再把横拉杆端接头拆下来 这样就能把它延伸出来 现在将轮轴也拆下来了 再将旧弹簧拿掉换上新的弹簧 下控制壁也已经准备好放进去 他们只需要将上控制壁装回去 再将防清胆延长器装进去固定好 最后把轮胎装上重新抬升起来 他们用了一晚上的时间将悬吊安装完成 这个减震器比起传统的钢制减震器 它的全身都是铝质 因此运行起来的温度会更低 因为铝散热的效率高于刚 装上这个大号的减震器 大鲨鱼开起来更随心所欲 这个减震器的灵感来自于一场沙漠越野赛 它能在沙漠里对着粗糙的环境 不停地弹跳和碰撞 接下来工人需要测量一下车身 以计算好切割的位置 他们需要将车辆增大 以适合奥尼尔的小身板 首先切割的是车门框架 然后再重新焊接 差不多13.5英寸 此时大鲨鱼又派了一位好兄弟 过来催促进度了 五天的时间他们已经完成了底盘抬升 两扇门框架的切割 接下来工人们搞来了两扇原装车门 然后需要把这两扇门一分为二 第一步是把门拆下来在切割的地方做好标记 老板亲自操刀切割起来 然后他们需要把原车门和一分为二的新门合并焊接在一起 焊接完成之后要做一个新的车门加固 这样最终的车门比原装车门还要牢固 毕竟大鲨鱼那张大手一甩 万一将车门摔成两半就尴尬了 现在每扇车门比原来足足长了17英寸 并且全是原装车门 接下来需要用到独门秘诀来做车玻璃了 工人首先利用一块纸标出位置算出玻璃的区率 然后将一片铝卷压成需要的形状模具 再拿去玻璃厂冲压出玻璃 到底是什么样的改装让大鲨鱼奥尼尔 开心的像个500吨的孩子 接下来他们要将这辆车进行内装了 以往大鲨鱼改车都要求尽量疯狂和夸张的改造 但是现在它长大了变成熟了 它需要一个简洁简约的改装 因为整个车辆是黑色涂装 开这辆车的人也是如此 那么就一路黑到底吧 他们准备将内饰采用黑色绒皮加上缝线 首先需要将座椅的标志换成大鲨鱼的亲笔签名 接下来就是上一层底漆 当底漆完成以后就是进行涂装了 喷漆是将车辆从里到外全部喷成黑色 此时车辆的玻璃也做好送过来了 工人将其完美地安装完成 接下来就是将内部的低音喇叭 扩音器等部件安装完成 经过了最终的两天装配时间之后 他们完成了大鲨鱼的这辆木马人的改装 现在将这辆车装上拖车 准备运往奥兰多给奥尼尔一个惊喜 很显然大鲨鱼是一个非常喜欢改装汽车的人 当他看到这辆车的时候 他兴奋地向着大孩子 有人认识这是什么车吗 都知道戴币标的奔驰不好惹 这辆不戴币标的一样不好惹 真不是瞧不起在座的各位 动辄五百多万起步的存在 买得起他的人恐怕凤毛麟角 只因他是巴伯斯出品 巴伯斯是名副其实的奔驰王者 奔驰最快的轿车 最快的四门轿跑 最快的旅行车 和最快的SUV均出自巴伯斯之手 今天我们就来了解一下 来自奔驰G级全地形越野车的 德国装甲SUV巴伯斯Invicto 它的强悍之处就是在他有钢铁 凯夫拉尔纤维和防弹玻璃制成的 复杂的装甲外壳 并且全部采用极其精确的技术 纯手工组装 原本普通G级车变成了V2-6防护级车 能够承受AK47的袭击 这种保护措施带来了沉重的重量损失 但巴伯斯将双涡轮V8的功率 提高到789匹马力进行补偿 车辆所有的附加功能 都可以通过附驾驶手套箱里的 一个电脑屏幕来控制 比如车辆四周的爆闪灯 还有巨大的车顶射灯和旋转的侦察灯 它还有红外前灯 传感器和保险杠上的脚盘 后视镜上更是安装有内置麦克风 这样在车里面就能更好地听到周围的声音 同时车辆安有紧急覆盖系统 如果有人损坏了车辆的引擎 这个系统可以让车辆忽视引擎的损坏 驾驶人员可以强行继续驾驶车辆 尽可能快速地离开危险区域 所有的改装材料和部件 均经受了独立和组合状态下的射击和爆破防护测试 挡风玻璃的框架能经受最高等级的防弹和防暴测试 通过量身定制 该车款几乎无形地结合了最高水准的 个性化高级定制豪华内饰 风格涵盖了经典现代 奢华运动和极致创意 3500种定制颜色的豪华优质木材 碳纤维和手感柔和的巴伯斯优质皮革 独特的工艺 最高的精度和最好的材料设定标准 但你的车辆全世界独一无二 这里就是位于德国的巴伯斯工厂 他们专注于梅赛德斯奔驰骑车的性能提升 自1977年以来 奔驰的S级、E级以及G级车型 都在这里得到了特别的升级 这里也是奔驰的官方运用改装工厂 经过它的改装 立马就成为世界上最高档的汽车品牌之一 多年来一直在位于卢尔区的工厂进行改装 巴伯斯Invicto将在这里横空出世 一共需要经过五个工作站 由23名机械师操刀进行改装 这辆车一共有三个版本 具体取决于你的口袋里有多少票子 可以配备各种额外设备 入门版本的标准型价格大约是35万欧元 相当于240万元人民币 不过来到中国后估计就不是这个价格了 还有另外的豪华型和使命型的起步价 就超过75万欧元 接近520万元人民币 无论哪个版本都是基于这个核心的车体进行改装 轮毂和轮胎均得到大幅强化 即使它们被砸成碎片 汽车仍然可以行驶50公里以上 要想改装出质量价值500多万元人民币的防弹装甲四轮堡垒 改装之前首先需要一辆常规的聚集车 在巴伯斯的工厂里 质量控制团队对每辆原型聚集车都进行了检测 主要是检查它们是否有明显的损坏或缺陷 并做好相应的标记 然后利用专业设备照出特殊的光线查看细小的油漆瑕疵 包括车辆行驶的里程都会一一记录备案 接下来将进入正式的改装生产线 改装这辆车将经过五个工作站花费三个月的时间 每天开始的时候团队需要开的简短会议 沟通一下改装方案和进程 首先在一号站 它们需要彻底的将车辆大卸八块 最先拆除的就是车门 接下来就是车辆座椅 将一辆车完全拆除需要花费五天时间 每个部件都被单独包装并存放 至此这辆大计就只剩下30%的外壳框架了 来到第二站 机械师拆除了刹车系统 包括车轴、悬挂和轮胎 因为改装后的车辆会增加重量 这些原本的标准部件无法做到安全承重 换上的新零件要比旧的重量倍左右 底盘下面大约有50多个零部件都被更换 光这一部分就是汽车的重量增加了100公斤 完成车轴加固又需要五天的时间 这样的底盘改装后让车辆行驶起来更稳健 一个由8名工程师组成的团队 在短短一年的时间里开发出了整体的Inlittle模型 最大的挑战是将1000公斤的保护装甲集成到大际里 同时又不失去汽车的驾驶特性 这些原型的底盘经受了三个月的压力耐力测试 模拟了紧急断裂和弹簧爆裂等载荷100万次左右 同时还在测试轨道上完成了200个小时的行驶体验 底盘测试完成后 在具有100多年历史的落锤锻缎造工厂制造 升钢块首先必须加热到1280摄氏度 一个千斤锤用4000吨的地上下锤砸 工人不断地往上面撒木屑 这是为了保证热缸不会粘在机器上 接下来对成品进行质量检测 他们使用扫描一测量尺寸是否正确 必须要精确到毫米级 一旦零件锻造出来没有缺陷 就会被送去进一步加工 他们使用高科技竖控洗床将孔和螺纹打入弓箭 其精度要保持在千分尺的范围内 这是肉眼无法观测的 完成后就可以送到巴伯斯工厂进行组装 接下来就是安装一个全新的刹车系统 每一站的工作完成后 质量小组会检查所有的螺栓力度数据 以及多达1000多个连接点 这些数据直接传输到电脑上保存起来 未来的15年都可以查阅 防止发生事故时可以帮助调查事故的真正原因 当一切没有问题以后 接下来进入五个改装站中的第三站 这是一具巴伯斯Invicto的钢体装甲车壳 内部铺有层压母板 它做到了V2-6防弹和1RV防爆级别 相当于可以抵挡AK47近距离射击和30磅TNT炸药 总共有八扇防弹窗安装在Invicto上 后窗仅用于装甲保护 出于安全原因不能打开 玻璃总重约280公斤 前锋挡是33毫米厚 有好几层玻璃组成 它们的确切组成是严格保密的 这些玻璃可以承受机枪密集扫射而不破裂 在测试阶段一共朝玻璃开了大约200枪 结果显示这些玻璃是经得住考验的 改装仍在继续 其他厂商会将整个部件或钢板弯曲 而巴伯斯只需要72个孔洞 就能将这层厚实的装甲外壳固定在车辆上 来到改装的第四站 这里也是巴伯斯Invicto最终接受钢铁核心的地方 装甲外壳重750公斤 内部由182个单独部件组成 包括防弹钢 装甲玻璃和凯弗拉尔纤维等等 由它们提供360度全方位保护 同时在引擎与前座之间安装了一块坚固的钢板 钢板的许多曲线和支撑使得铸造过程更加复杂 它厚打5毫米 重达50公斤 它的作用主要防止来自前方爆炸和车底手榴弹的攻击 在设计装甲的过程中 它们花费了大量的时间与金钱 为了模拟尽可能多的攻击场景 它们从每个可能的角度 对各种类型的钢和螺栓连接进行了数千次射击 并且将原型车拉到了爆破现场进行测试 在测试阶段共发射了15000颗子弹 测试的结果就是没有一枪能够射穿这套装甲 光是枪击测试还不够 就在遭受的射击测试的同一辆车上 它们又为了4枚手榴弹和15公斤的TNT 全球范围内只有3%的装甲车能够经受住如此摧残 回到工厂里 工人都在涂抹一种特殊的粘胶 然后将防护组件粘上去 这种做法的好处就是不破坏车辆任何原有结构 紧接着拧上螺栓进一步加固 为了进一步检验这些装甲和设备的实用性 巴伯斯还特意请来了专业的硬核保镖进行评估 他对车辆的轮胎 牢固的行李架以及专业的特殊装备赞不绝口 甚至还有供车辆内部独立呼吸空气的氧气瓶 在车门处也可以很清楚地看到单道保护 穿上装备后进入驾驶室 整个空间仍然非常大 另外车顶的紧急出口也可以打开 可以将无人机放出车外监控周围环境 升级均用无人机的价格需要另外加11000欧元 回到工厂里 工人正在安装车门装甲 下一个是防弹挡风玻璃 由于在安装挡风玻璃的过程是最高机密 因此不允许拍摄 当车辆改装完成后需要进入水房测试密封信 他们向车辆每分钟喷洒1200升的水 接下来需要通过越野测试 前轴升起11度的倾斜 这样所有的连接处都会受到压力 水就会顺着端墙流下来 以确保车辆绝对的防泄漏 40分钟的泄漏测试结束后 工作人员用电压表检查车辆内部是否保持干燥 再用内窥镜查看水滴是否渗入地板 至此经过三个月的改装 一辆奔驰大巨终于变身成更加奢华的巴伯斯 工作人员还需要对车辆的外观 以及各项功能做最后的测试和检查 只有驾驶员和副驾驶的窗户可以打开 一切没有问题以后开往测试车道 测试上路后的驾驶体验 接下来来到最后最重要的一步 那就是给他换个身份 从此以后他就成为一辆价值500万的巴伯斯 那么问题来了 你心动了吗 这是一辆被改的最变态的公交车 它是一个移动的小网卡 如果玩一个史上最刺激的游戏就送给你一辆 你愿意吗 前提是让你的兄弟为你扮演一天女装大佬 能不能拥有这辆车 就看你的兄弟牺牲有多大 如今这辆公交车俨然成了炫酷狂拽掉炸天的电竞房车 如果你的兄弟能为你忍受常人所不能忍 你就开着这辆车带着他随时随地组团吃鸡 它就像一个移动的大房车 一流的配置能让你体验一场酣畅淋漓的真实游戏战斗场景 宛如身临其境 这是一辆专门为火铺游戏而量身打造的车 它可以多人在线电脑游戏 于是客户找到了美国最顶流的西岸改装车厂 他们想在两个月后洛杉矶举办的大型游戏展上 为客户呈现这辆车 在这个技术先进的移动游戏展台里 随时随地让玩家组团开黑 眼前的这辆大巴车就是这次要改装的对象 外表看上去不错 但是内部已经秀气斑斑 一无所有 所有的零部件都已经被拆车厂拆光了 要想在一两个月内将其改造成为车轮上的游戏厅 是一个浩大的工程 经过大家伙的详细商讨 最终他们敲定了一个具体的改装方案 这次他们改装的是一辆普雷沃斯特旅游巴士 为了增加车辆本身的空间 他们决定要加上四个伸缩式的房间 以便最大化使用空间 为了迎合太空时代的科幻外观 他们决定用EPS泡沫雕刻并贴在车辆的外壳上 呈现出炫酷的科幻风造型 同时还要保证所有的门窗和伸缩箱都能正常使用 最后在外壳上包一层特殊的保护膜 然后再画上炫酷的酒精战场厮杀的外观 然而内部的改装才是奇迹开始的地方 为了方便吃鸡 首先要安装20个定制的游戏操作台和座位 为了打造终极的游戏体验 每个操作台上配备顶配的AMD电脑 和全套的高端雷蛇外设 在巴士的中部区域 配备两块42英寸的屏幕和一套震撼的音响广播系统 CMicro服务器放置在车尾 地板则是由定制双听颜色的锯纸按材料铺设 然后整个空间安装上欧洛克车灯营造氛围 再在每个座位上安装压力板灯 只要你坐上去吃鸡 灯就亮起来 最终完工后的改装巴士 就像是从游戏里开出来的 确定好这套详细的改装规划以后 接下来并进入正式改装环节 作为史上最变态的移动游戏战车 内部的20个定制游戏操作台和炫酷的灯光分为营葬 就足够让改装师傅喝一壶了 首先为了增加车辆的空间 需要安装4个伸缩箱 在隔壁的底盘改装车间里 工人正在切割车身以便加装伸缩模块 在这个2800平米的3D注目厂房内 存放着各种先进的设备 以及各式各样造型的模具 他们要在这里制作整个科幻的外壳和座椅 设计师将图纸上的数据输入电脑里面 电脑经过计算后匹配出最佳的切割方案 然后电脑将这些切割方案传输到竖控机床上 最终完成精准的模型切割 这些塑形板材切割好以后 还需要喷上保护层 也就是在泡沫的表面包一层塑料 接着还要磨平这层硬质的表面 打磨之后再进行开磨 最后再用制作好的模具 做出改装所需的零部件 所以整个流程非常的复杂 无论从图纸的规划 到数据的传输 数控机床的切割 还有打磨制模等一系列工序 每一道流程都非常的重要 不能出一丁点的差错 与此同时 线路的铺设也在同步进行 整个车厢一共布有260米的线纜 他们布了两根五类线 每个工作站一根 还为每台工作站的用户体验摄像头 布了一根同轴电纜 一定要确保在游戏的过程中 不能够断电 否则你一定会砸了这间游戏大巴 至于拼不拼定就看你的定力了 现在非凡的座椅和令人惊叹的中央控制台 模型已经制作完成 其他的很多零件模型已经切割雕刻好 并且将玻璃纤维和胶水涂抹在模具上 经过一段时间的固化便能成型 另一边所有的暴闪灯具也已经制作完成 同时他们派了一位工作人员来到游戏公司办公室 切身地体会一把组团开黑的乐趣 然后将这些灵感带到改装工作当中 这辆史上最炫酷的电竞网卡巴士 开始了座椅的内装环节 由于整个内部需要营造极其科幻的氛围 座椅更是要有太空舱的感觉 所以细节的打磨非常重要 这些座椅都是由玻璃纤维制造而成的 首先第一道工序是全部摆开将其修剪一番 然后涂上泡沫包上人造皮 此时惠普公司的工作人员将高端定制的游戏设备拿来了 这些东西将在车辆的内装完成之后进行安装 现在车辆的内部操作台均已安装完成 然后开始喷涂油漆 他们将整块地板喷成深灰色 接下来需要用胶带贴出所需的地板图案 然后再喷另一种颜色 由于座椅的玻璃纤维部分太容易破碎 所以他们做了一个纸板化好线条 并且在包裹皮革的时候铺上了一层海绵 这样就避免破损 然后座椅下方的压力感应灯也松来了 当你坐在座椅上吃鸡的时候 底下的感应灯就会随着你的重量而发生变色感应 大大的提升了游戏时的激情氛围 与此同时座椅内部的线路布局 也需要合理的规划安排 他们画了一张基本的电线图板 然后将其转变为真实的大小 他们采用的是18口径的初级电线 同时外壳壁板上的灯光走线也在着手安排 每一块板都有自己独立的线路 将发出不同颜色的LED灯装进这些线路板里 随着时间的推移 他们紧张地安装外壳 内部座椅的安装 线路的布局 终于看到了一个初具成型的模样 然后就是将内部线路进行初步的调试 测试灯光的效果 这个时候 一个核心的装置也已经送来了 那就是CMicro服务器和所有电脑的主机 能同时支持1000人上线组团开黑 这个服务器的机箱重约136公斤 他们用了四个人将其抬上车 服务器安装完成以后 就是进入喷漆车间进行上漆了 一共有好几种颜色要喷 首先要喷的是一层灰色漆 然后再喷一层透明漆 一共有40多个人的参与 经过了两个多月的努力 这辆史上最变态的游戏战车大功而成 让他首次在游戏展上亮相以后 引来了无数人的拍照发圈 那么问题来了 你的兄弟愿意为你能拥有这辆车而牺牲自己吗 在短短的几个小时后 美国第45任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登上空军一号 执行一项未公开的任务 乌鸦队是一支精锐安保部队 负责确保美国总统的安全 经过3000里的禁飞区 总统的直升机海军陆战队一号 接近空军一号所在地安德鲁斯联合基地 空军一号是美国的空中指挥中心 自恋理解就是飞行的白宫 作为美国最重要的飞机 空军一号负责搭载美国总统 前往地球上一些危险的地方 但是经过30多年在世界各地执行任务 这架飞机很快将光荣退役 取而代之的将是一架最先进的 波音747大型喷气式飞机 但是要成为真正的空军一号 它需要经历一场惊人的蜕变 为了将新型波音747提升到最高的军用标准 技术人员必须整合高科技通信和军用防御系统 同时重组飞机的内部将其改造成豪华舱位 今天就一起走进空军一号 看看如何将其打造成一架全新的飞行堡垒 在安德鲁斯联合基地的巨大机库下 停放这两架空军一号飞机 确保总统随时都有备选飞机可乘坐 今天整个机组人员努力使这两架飞机保持最佳状态 因为这是一架已经服役了30年的飞机 每一次执行任务前都需要仔细检查 确认一切安全问题就绪 飞机被移至登机区 当总统的直升飞机接近时 每个安保人员都必须高度戒备 从海军陆战队一号到空军一号的总统步调 30多年来一直是标志性的 这种步调因李根总统而闻名 他曾命令关闭直升机引擎并保持静音 以使公众的注意力集中在总统登上空军一号的一刹那 这也是总统的表演时刻 当总统走向飞机时 飞行员、导航员都会接收特勤局的收音 已获取只是核实启动飞机 一旦总统踏上飞机 就是飞行员启动飞机右侧发动机的信号 当确认所有人都登机完毕后 此时飞行员将启动左侧发动机 由于总统的每一秒都十分宝贵 总统的快速安全通道由机组人员控制 选择跑道并尽快安全地起飞 在过去的30年里 这架特殊的喷气式飞机不断环游世界 甚至执行过前往战区的危险任务 在奥巴马担任总统期间 空军决定更换老化的飞机 国营公司在7478型的基础上 拟建两架专门设计的新一代空军一号飞机 这里是西雅图郊外世界上最大的工厂大楼里 这架飞机即将被打造 但是当川普于2007年上台后 他又改变了进程 川普认为飞机的价格太高了 六个月后 川普获悉一家俄罗斯航空公司破产后 波音公司有两架未投入使用的7478型飞机 停在加利福尼亚的莫哈维沙漠 于是利用较低的价格将其买下 全新的空军一号飞机与现有的空军一号相比 这架史诗级的7478型飞机是一次巨大的技术飞跃 改装完成后预计耗资53亿美元 机身比之前长5.5米 达到惊人的76米 它也是地球上最长的客机 其大幅延伸的上层甲板为飞机增加了20%以上的地面空间 面积达到464平方米 内部空间比NBA篮球场还要大 一展68米 它的宽翼采用了突破性碳纤维的践形翼间 角度为37.5度 这种新机型不仅能让庞大的飞机飞行速度更快 也能让它在极短的跑道上起飞和降落 续航提升17% 四台新一代通用发动机为其提供近一马赫的动力 使其成为地球上最快的喷气式飞机 但是将这个庞然大物改造成空军一号 仍然面临着巨大的挑战 改装总工程师福克斯正在飞机上进行最后检查 接下来飞机将在德克萨斯州圣安东尼奥接受军事改造 检查完毕后飞行员启动飞机飞往圣安东尼奥 要变成一架军用飞机就必须能对抗导弹 承受核辐射 作为空中的白宫飞行控制中心 为总统管理国家提供安全加密通讯 接下来改造即将开始 这个被人们称之为大德克萨斯的机库 有着7天24小时的全天候监控 甚至还配备了气味追踪犬 它是世界上最大的独立式高棚机库 要创造一架独一无二的飞机 首先必须剥离整个飞机内部 并且舍弃头顶上的飞行机架 洗手间、厨房、空调及其他部分 自40年代以来 有7架不同的飞机专为搭载美国总统而设计 空军一号诞生于战争时期 当时罗斯福总统乘坐到格拉斯C54天师号 参加具有里程碑意义的雅尔塔会议 喷气时代的第一架空军一号 是一架远程波音707 肯尼迪总统选用的机身颜色 至今沿用在空军一号的机身成为一种传统 第一夫人南希里根则参与设计了总统专区 总统专区的卧室里有两张沙发、一张床 所有的物品都带有总统的专属标志 地毯上的星星象征着飞空白宫 对于全新的空军一号 川普总统则建议采用更现代化的豪华风格 目前的设计包括一张大床 而不是以前的那种折叠式单人床 以及超大的电视和更多的座位空间 另外总统办公室、医疗舱、总统会议室 以及厨房都将进行全面升级 舍弃原来办公室的笨重木质桌子 取而代之的是一块现代模块化设计的整体空间 随着整个室内设计的形成 工程团队必须克服一个巨大的障碍 全新空军一号将比商用747消耗更多的能量 因此必须升级发电机 飞机上的电力由发电机产生 它由发动机中的旋转涡轮驱动 为了能产生足够的能量 团队必须移除引擎以便添加更大的发电机 为所有隐秘防御、加密通信 以及导航系统的运行提供动力 每台发动机的重量超过5吨 价值超过2200万美元 因此在拆卸的过程中要精确小心 这四款新一代涡轮风扇引擎 将轻松拖起一架453吨的空军一号 总推力增加13吨 共围飞机提供120吨的总推力 而发动机的燃料使用却减少16% 航程增加1609公里 并赋予它超过14162公里的航程 即使发生灾难性事件 新空军一号的安全性也会更加强大 并且只需要两个引擎即可完成飞行和着陆 由波音公司和美国宇航局联合开发 发动机后部的这些锯齿状人自行设计 平滑混合进入发动机内部的空气 在发动机周围空气流动的情况下平滑气流 这项革命性技术有助于将飞机噪音降低30% 为了改造这间又狭窄又拥挤的总统厨房 它们主要的设计方向就是拓展空间 改善后将能提供多达2000份餐点 所有食物均在美国采购和打包 并以五星级的VIP风格服务 不过对于川普总统的服务人员来说 为川普和他的夫人提供服务非常简单 任何普通人喜欢的食物他们都能接受 并无其他特殊喜好 也不用特别精心准备 空军一号上还配有总统专一 由他负责总统的医疗服务 全新的医疗舱设计需要更加现代化 他将采用最新的医疗技术 包括一间办公区 甚至可以进行紧急外科手术 全新空军一号的改造计划中 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外观颜色的变化 这也是川普主导的改变 他认为这将是更加强大的着色方案 为了将最前沿的设计和军事技术应用到空军一号 团队必须彻底检查飞机的各项指标 团队目前正在将驾驶舱改造成全数字化的控制界面 所有的一切都要重新布线 要带有重金属屏蔽功能 新电路系统可承受电磁干扰 确保这架空中白弓无障碍飞行 即使附近发生核爆炸也能抵抗和脉冲 这个过程中要安装超过30万米的新电缆 改造完成后 这里有一系列数字显示器 均用全球定位系统 复杂的计算机系统 加强板地形图 飞行人员从原有的4人减少至2人 接下来是防御控制系统 他们能控制操作所有的飞行控制 防御体系和导航系统 最新的实时数字显示器和改进的仪表着陆系统 意味着即使在最具极端的天气情况下 飞机可更加安全地着陆 川普说这里还有很多关键的技术不方便透露 但是军事保密不是所有的关键 安装空军一号的先锋防御系统时 技术人员必须面对军事改造中最危险的环节 他们需要切开飞机 任何一个错误的举动都会导致数百万美人的损失 首先要确定切割机身的精确位置 让他们头疼的是这两个巨大的总统登机口 像这样的大切割如果失误了 代价将是惨痛的 与现有的空军一号一样 为保障安全 总统 客人和机组人员在必要时可以使用内部楼梯下飞机 此时机身上的任何切口都可能导致机身弯曲 从而造成严重错位 为了避免这种灾难 他们使用了一种独特的摇架以减轻飞机上的压力 这种黄色的摇架要让飞机几乎处于零重力状态 它采用的是复杂的液压系统 通过调整液压活塞将细微的重量变化抵消 这样就能保证在切割飞机时机身不会弯曲变形 在安装门和登机口之前 工作人员切割68个小孔 以搭载先进的通信和防御系统 回到现在的空军一号 这些小孔就是为了安装全新升级的通讯设备 虽然细节高度机密 但是飞机上的通信一定会被做上最复杂的加密处理 可直接安全地连接到白宫 每时每刻确保通信安全 同时总统能进行全国直播 向全美国人民发表讲话 内部的操作人员也将从三个增加至四个 他们主要负责总统与其他国家元首之间的通话处理 安全高效的沟通对空军一号上的总统而言非常重要 于是新一代空军一号必须将通信性能提升到一个全新的高度 接下来新空军一号将如何自卫也是重中之重 这依然是一个严格保密的高级军事机密 但是专家认为它会使用诱饵燃烧信号弹 使旋热导弹偏转 飞机将使用高科技激光 不仅要干扰导弹跟踪系统 更要能摧毁飞行中的导弹 这样就能确保美国总统在空军一号上面的安全保障 不过可以透露一个秘密 川普总统最后决定将在全新的外观设计上更引人注目 这将使新一代空军一号的外观变成一个图腾 川普认为这将是更加强大的着色方案 事实上也会更加好看 作为西裔内阁会议室的代替 空军一号的会议室将进行戏剧性改版 这就是全新空军一号改版后的会议室 波音7478型的大窗户采光更加 外观更现代 配备高科技设备 它还可以用于作战室 厨房也不用再受限于狭小的空间 将会是两个超大厨房 面积也比原来翻了一倍 对30年前的医疗舱进行大升级后 全新的高科技急诊室空间更大 3D建模打造一张手术台 配备能够处理严重医疗紧急情况的设备 可以处理多种紧急医疗情况 最先进的健康检测器和大型药房 可以处理几乎所有的健康紧急状况 包括总统和他的客人以及工作人员 由第一夫人南希里根设计的卧室风格将会保留 但是全新的卧室会更加宽敞 只有总统 第一夫人 安保人员和首席乘务员才能享受到这样的五星级舒适度 地毯上的总统新标也会保留 目前办公室的木质外观将被替换成一个更加现代的模块化办公室 作为空中椭圆形办公室 总统将可以在这里向全国发表讲话 最显著的改变将是空军一号的外观 川普决定改掉由1962年沿用至今的颜色 虽然飞机的商标字样会保留下来 但是川普考虑了四种不同的配色方案 一种方案是蓝色或白色引擎 另一种方案是灰色或白色中心线 这架全新改装的空军一号总成本预计达到53亿美元 并在其改造完成后接受整整两年的飞行测试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大众就能看到这架全新的空军一号飞机 这估计就是世界上最贵的汽车了 售价高达2800万美元 约合人民币1.8个亿的小目标 再次提醒各位老板千万不要胡思乱想 该干嘛就干嘛 因为你只能继续开着你的劳斯莱斯幻想 畅游梦香 而这辆车全球限量只有三台 它的名字Bottetail就是船尾的意思 取自于它外形上有挺船身的设计 并且这辆车有着高度的定制化 整整四年的设计制造过程 都是和客户一对一进行沟通磨合 车上有1813个定制零件 专属于这一辆车 这就是劳斯莱斯福尹 车长5.8米 搭载了6.75升双涡轮V12引擎 然而重点不在这里 而是车身奢华的设计与高贵的格调 劳斯莱斯在创始之初 作为联合创始人的亨利·莱斯 就制定了远景目标 那就是打造世界上最豪华的汽车 以及反映每个客户性格的车身 在长达100多年的发展历程中 随着他的名气越来越大 劳斯莱斯受到了更多的定制委托 于是他们创立了专门的客制化部门 这个部门位于英格兰古德伍德总部 如果您想定制一辆劳斯莱斯 就会被请到这儿 与他们的设计师面对面进行沟通 可以这样讲 只有你想不到的 没有他们做不到的 2017年惠颖的推出 激发了三名客户的兴趣 这三个客户碰撞出了一个大胆的想法 就是将船尾样式融合进汽车 于是浮颖的构思就这样诞生了 浮颖的车身风格十分独特 尾部逐渐的变细 并在中线汇聚 市场上完全没有这样的汽车原型 它的灵感就来自于最漂亮的帆船 首先设计师绘制了二地草图 将汽车整体整洁 而又优雅的线条勾勒出来 同时还展现了大胆前卫的现代风格 此时翻船的感觉出来了 这个过程也是设计师与客户一起完成的 紧接着济师开始用粘土制作全尺寸的汽车雕塑 这个阶段尤为重要 他们需要细化每一根线条 粘土的优点是具有延展性 同时还可以获得实时的效果反馈 这个过程中粘土济师 还可以根据自己的思想天马行空 但是最终的定稿 还需要由设计师做更精细的调整 这是世界上最贵的汽车浮影的设计制造过程 它的价值高达1.8个亿人民币 当粘土的造型完成以后 技师会用薄膜或以吸机膜覆盖到模型车身 它的作用就是模拟汽车的真实表面 贴好膜的效果宛如喷好漆的车身 同时它能反射光线 将车身的线条全部展现出来 让设计师看到每一处细节的变化 并且做出调整 这种能够用手就能触摸到的感觉 是电脑技术无法做到的 最后设计师通过观察确认 达到了草图的标准后 技师会用手工敲打和磨练金属 来完善汽车的外壳 汽车一开始还只是一块铝板 需要在技师的手工锤打锻造下成型 这个过程耗费了相当长的时间 他们坚持认为 手工制造可以赋予汽车灵魂 工业化虽然有着不可替代的精细和效率 但是并没有灵魂 手工制造虽然做不到完美 但是正是因为这种不完美 造就了产品的差异化 从而有着独特的美 当所有的铝板完成之后 设计师会进行精细的检查 然后重新敲打定型再修改 如此循环往复 全部依靠人的手眼直觉和经验进行干预 直到车体符合劳斯莱斯的严格要求 之后便是车身喷漆的过程 这个过程依然是纯手工完成 现在工人喷涂的是发动机盖 它有着从深蓝到浅蓝过渡的奇妙过程 接着是多次的打磨抛光 完成后的车体就像镜子一样光滑闪亮 2021年5月 经过4年时间的精心打造 三台浮影中的第一辆终于完成 据说车主是毕昂斯夫妇 买它就是用来庆祝生命中的美好时刻 在车辆的尾部不是后备箱 而是安装了一个翻船式甲板 它可以像蝴蝶一样一键打开 展示出里面精巧多样的代客餐具 由巴黎奢侈品牌定制打造 开着它去野餐 不需要另备餐具了 由于车主是一名手表迷 于是他们为其量身打造了一块精致石中 融合了手工雕刻 细木镶嵌等复杂工艺 不仅能当作腕表和怀表 还能嵌入汽车的仪表盘 这款腕表经历了3000个小时的开发与雕琢 可以做到分秒不差 44毫米的表壳 由18K白金制成 刻有车主夫妇的名字 男款为抛光工艺 女款为雕刻 还能看到手工雕刻的欢庆女神车标 此外还有定制的小型冰箱 可旋转折叠的机尾酒台 以及精心打造的碳纤维凳子 甲板中间则是一把可折叠太阳伞 同时售后服务也是极致的贴心 复杂的问题将由总部安排高级工程师 直接飞到你家去解决 那么问题来了 看都看到这里了 你到底买不买呢 有人说这辆车在他们村根本就看不到有人买 所以他也就没有买 我想说他跑不过时间 也跑不过早已注定的命运 意大利和超级跑车这两个词之间 始终蠢齿相依难分难舍 这里的人似乎对大马力极度的上演 今天就走进兰博基尼的超级工厂 一堵超级汽车之王的风采 它的很多车型到目前为止 也只生产和销售了几千辆 但它却是全球许多人的梦想 这是一头集结美丽与力量的猛兽 如果你没有买过这种车 那你肯定在你的后视镜里看到过它 无论如何你只需瞄上一眼就知道它是兰博基尼 令人称奇的是世上的兰博基尼并不多 但是他们的故事却多得不胜美举 今天这些兰博基尼来到加利福利亚的圣莫尼卡 准备参加一场称为公牛奔驰的短途旅行 这是一年一度的道路之旅 由美国人为意大利名车举办的盛宴 现在我们从南加利福利亚来到了圣阿格塔洛尼亚 这里有一座工厂 它也是一座博物馆 当然还有一头极傲不驯的公牛 兰博基尼博物馆和工厂分别代表它的过去和未来 从1963年起 工厂只生产了极为少量的汽车 每一辆都是独一无二的艺术精品 停在这里的就是兰博基尼的Mercy Lago 它刚开始的出厂售价是27万3千美元 但是来到中国的价格基本达到400万人民币 12缸引擎让它能够跑出超过320公里的时速 Mercy Lago由兰博基尼的首席设计师卢克唐克沃克操刀设计 他去过保时捷 去过法拉利 还去过其他著名的汽车公司 但他从没想过会来兰博基尼工作 他设计的Mercy Lago一经问世 便立刻成为跑车的典范 一开始他们把这辆车当概念车在底特律座展示 当时还不能肯定人们会不会接受这么一辆特立独行的车 结果却得到了热烈的掌声以及支持者的反馈 于是工厂正式投入到制造Mercy Lago超级跑车的进程 首先准备好所有的皮革 引擎铸造零件 手工制作的车身 底盘以及其他所需物品 特别是碳纤维车壳和钢管底盘的组合非常轻盈 但却极其坚硬 当它被送上正式的装配线时将会被安装各种装备 包括配线 支架 悬架装置 以及一套意大利风格的皮革内装和一组先进尖端的传动装置 装配的第一步就是把车壳固定到旋转架上 另一件预备工作是要保护表层的烤漆 这可不是普通的工厂油漆产品 车壳是在米兰先喷好漆再送过来 有20多种颜色任你挑选 下一步就是管线的安装 包括刹车 油管管线 以及其他各种只能在制造车子初期安装的配备 还包括那些用作车厢隔音或是隔热处理的零件以及面板 因为这辆车采用中置引擎 引擎离你的后背只有几寸的距离 还是一台又热又重的V12引擎 它和一级方程试赛车一样 兰博基尼的底部也要考虑到空气动力 这是因为在高速状态下 车底的气流能够产生提升力 如果要以300公里的时速在德国高速公路上狂飙 可想而知隔音或是隔热零件的重要性 组装人员必须非常小心 他们安装的零件非常昂贵和精致 就连后侧尾板和后侧保险杠每块都要15000美元以上 也只有这种价钱才能让人看出超级跑车的真正含义 造一辆超级跑车是一回事 造一辆具有悠久历史和神秘色彩的超跑则是另外一回事 在兰博基尼波托菲诺的车盖上写着这样一句话 真男人就该开这辆车 但我想说的是不是我能选择兰博基尼 而是兰博基尼选择我 你知道兰博基尼是怎样起家的吗 在南加利福利亚的公牛奔驰至旅居会上 这两位女车主都一致地认为 坐在车里就能把烦恼抛在脑后 普通人开这辆车也许只有一百多卖 但是作为试车手瓦伦蒂来说 通常可以达到每小时345公里 当然这是在德国高速公路上进行狂飙 兰博基尼的工厂创造着未来 而兰博基尼博物馆则展示着它的历史 像这种手工车一次只生产一辆 兰博基尼这个名字的历史要追溯起来 就得说到一个从农民起家的商人 他一路走来经历了大起大落 风吹雨打以及艰苦的工作 他的名字叫费鲁基欧 兰博基尼 其实他是一个有着满脑子主义的农民 起初他在空调刚刚兴起的时候就靠卖空调赚钱 此外他还当过盗贼 那时战争刚结束他就开始偷废弃的军用车辆 然后把车上的引擎拆掉 并造成拖拉机在卖给农民 就是靠这样才慢慢起家 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 兰博基尼的拖拉机厂 吉兰博基尼拖拉机有限公司 已成为当时意大利最大的农业设备制造商之一 同时他还拥有一个成功的燃气热水器和空调生产商 50多年后的今天 这家工厂继续以手工制造世界上最令人推崇的超级跑车 兰博基尼是在这个具有多重功能的地方进行组装 它既是科学实验室又是缝纫店 还是引擎制造厂 这儿的每一个人不但训练有素而且干劲十足 虽然某些部分还是需要装配工人 但是产品本身却不是出于装配线 因为这家工厂只生产限量的兰博基尼 工厂的另一边 有人在前保险杆上加工 这种碳纤维保险杆价值14000美元 附近放着一个100升的燃料箱 它是12缸引擎的一部分 另一边的工人正在装配转向著 60年代中期首次发布的大胆创新米欧尔 米欧尔绝对是公路跑车的开路先锋 它使得兰博基尼从一个后起之秀一举成为头号竞争对手 在70和80年代 兰博基尼的立作是棱角分明肌肉发达的抗踏实 它的外形简直就是创造力的大爆发 完全颠覆过去汽车设计的所有规则 事实上有人认为正是这辆车开启了当今所谓的超级跑车时代 到了90年代 兰博基尼的代表则是修长威猛的Diablo 力求豪华又保留了激进本色 Diablo使兰博基尼保持了竞争力 尽管在那个时候他们也只有唯一的一个竞争者 所有这三辆汽车都是正统兰博基尼的代表 在兰博基尼超级跑车的工厂里 工人才是造车过程中最重要的一环 这里的所有工人都是机械专家 有了这些刹车 卡钱才能把一辆狂飙的兰博基尼安全的停下来 在工厂的另一边 皮革是内饰的重点 他们使用的是意大利北部最高档的小公牛皮革 染色后用类似棒球缝线缝在一起 在另一个车间里 老师傅正在进行碳纤维部件的制造 这些手工制作的部件必须造得既轻盈又结实 碳纤维在兰博基尼上的用途十分广泛 它已经成为制造现代超级跑车的心力器 事实上兰博基尼的主要竞争对手法拉利 也大量使用碳纤维 法拉利的名字出自汽车制造商恩佐法拉利 兰博基尼与法拉利的恩怨纠葛可以说是远远流长 1958年 费鲁基欧兰博基尼购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辆法拉利汽车 之后又买了一些 从这一点可以看出他很喜欢法拉利汽车 毕竟在那个年代的意大利 拥有一辆法拉利才是社会地位的象征 但是费鲁基欧兰博基尼认为 对于普通的道路来说 法拉利汽车显得十分粗狂和嘈杂 显然更适合赛道 当他购买的法拉利汽车离合器出现问题后 他发现法拉利所使用的汽车离合器 竟然和兰博基尼拖拉机所使用的离合器一模一样 于是费鲁基欧兰博基尼去找法拉利要求更换一个质量更好的离合器 却遭到了无情的拒绝 同时还嘲讽兰博基尼只是一个卖拖拉机的 对于运动跑车却一无所知 就这样费鲁基欧兰博基尼一怒之下于1963年成立兰博基尼超跑工厂 他决心要打造一辆不输于法拉利的运动型跑车 回到造车工厂 随着一个个新轴和转片安装到位 车轮的装配正在快速进行 动力这么强的车肯定需要一些尺寸相当的刹车 刹车系统包括了防爆死之洞系统和四轮通风碟 等四轮都准备妥当之后 他们就要开始安装全时四轮驱动 兰博基尼摩斯拉沟跑车的内装既先进又独数一致 皮革装潢展现出不对称风格 左边座椅和右边座椅外观迥异 工厂使用的设计原则属于驾驶导向 与此同时 在后面的碳纤维工作间里 工作人员在制作中控台 为下一个重要步骤做准备 这道工序需要填充大量的棉絮 中控台的表面覆盖上了树枝和一层层碳纤维 但要使这块设备足够结实 还需要几个很重要的步骤 那就是真空安装技术 把中控台周围的所有空气都抽出来 有吸收性的棉絮会吸收多余的树枝 而没有了空气 碳纤维层就会结合得更紧密 一旦真空安装过程完成之后 接下来它将被送进一个巨大的容器中 被称为高压蒸锅 高压蒸锅里不但温度高 而且压力也大 这个设备可以固化碳纤维的表面 这道工序你们切勿在家模仿 制作有风险操作需谨慎 过了这一关 我们离Merci Lago超级跑车的诞生又进了一步 要成为超级跑车至少要具备三个特色 外形要不同寻常 动力要强劲威猛 价钱要高高在上 拥有一大利血统还可以为超跑加分 比如法拉利 布加迪和马沙拉蒂就在兰博基尼公司方圆40公里以内 意大利就像是一个超跑的心脏地带 本地人对兰博基尼这家工厂感到十分骄傲 而工厂的工人更是自豪不已 这些专家做什么事情都得慢慢来 工作时更是如此 比如像硅多这样的机械师负责机轴部分的工作 他已经在兰博基尼干了有23年的时间 他今天要组装Merci Lago跑车专用的12缸引擎 他先要仔细检查钢制机轴 此时半边引擎本体已经开始做准备动作 引擎边缘用气动挫刀修掉多余部分后 密合度更高 这是一台接近10万美元的引擎 把引擎外侧的不规则部分给磨光也就没什么不妥当了 很快就可以把两部分合二为一 引擎组装的第一阶段开始进行 机轴安装到位后 下一步工作是安装12个活赛 这具引擎拥有12气缸的动力 一部真正的跑车就该是12缸 接下来就是把突伦轴从原始的断缸状态转化为 兰博基尼招牌部件 等这个突伦轴和引擎的其他部分融为一体时 如果你是一名真正的兰博基尼车主 你坐在车里就不会开任何收音机或音乐 因为你想听到的唯一的音乐来自这台引擎的咆哮 接下来突伦轴接受微调 这道程序几乎每一步都要利用不同的测微计 进行不同的调整 通过微调 工人可以测量并确认机器的确完成了工作 因为Mercy Lago跑车装的是双顶式突伦轴 为了将来行驶顺畅 总共要检查4个突伦轴 这是气缸头 经过一个小时的磨合和快速酸洗处理 气缸头被送去接受小型摄像机的检验 一台内窥摄像机将检查金属有没有裂痕和不规则部分 气缸头被暂时和阀钙组合在一起 然后开始进行另一系列的检查和调整 现在气缸头和突伦轴已经和引擎主体组合好了 接下来V12引擎要经受压力测试和突伦证实 现在把阀钙装上去 它可以保护4个精工制作的突伦 但是首先它需要高品质的进气气管 没验收合格不能算数 在马力测试环节中把引擎连上计算机 检测这台动力装置内部的所有部件 展现兰博基尼特别擅长的扭矩和动力 不出大家所料 这次测试圆满成功 现在就可以把这台引擎送进它的新家了 这具V12引擎价值10万美元 重达545公斤 最高时速超过每小时320公里 因为这是一辆跑车 车上需要一些额外的支撑设备 所以加上了特别定制的碳纤维引擎盖 包括价值5000美元的挡风玻璃 这辆敞篷跑车最大的设计挑战就是引擎盖 从双门车转变为跑车的过程中 这一部分的改变最为显著 精心调整重量平衡 再加上高科技液压技术 标志性的剪刀车门提醒我们 它们被设计成这样可不是为了好玩 当你把车停在某人身边想下车的时候 向上抬起车门当然是最方便的 接下来进行转向系统和车轮校正 轮源以铝合金制成 前轮的尺寸是8.5英寸 后轮尺寸是13英寸 这辆跑车拥有全14轮驱动系统 前后配备独立双插杆式 悬架装置和自动调节的减震器 如果你不喜欢标准配备的6档变速箱 只要再花个15000美元 就可以拥有一级方程式赛车按键式变速箱 这辆车的每一个部分都经过仔细检测后 现在也差不多该把它送进测试间 做一次彻底的最终测试 接下来就是最后的试车阶段 开始进行第一次奔驰 当你踩下油门时感觉就好像你被生生的按在座位上 像是坐在蓝色天使的F18上那种感觉 兰博基尼出产的每一款车 就在这条普通的柏油路面上 对他们进行测试 多年过去了 这附近的人都知道试车的那条公路叫什么名字 在意大利这不过是一条普通公路 但是人们叫它巴尔伯尼高速路 好了这就是真男人该开的兰博基尼 这个人开了一百多万公里只为测试一辆新车 创造一款能说服世界上最富有人群的汽车 但他的老板说还没准备好 这是一个将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汽车设计推向极限的挑战 这辆车里有量身定制的真皮行李箱 让人想起超音速喷气式飞机的进气口 联想自女性双眸的后视镜 可比定制西装的碳纤维组件 触感易如女用手提包柔软的皮革 精细的铝制排档感 灵感来自于黑管的按键 由瑞士钟表师傅制作的指针 一切经由机器切削后 由纯手工打造 在经历了八年的研发之后 超过100万公里的道路测试环节 无尽的反复重新设计 以及刷新极限的下游厂商的合作 造就了这辆传奇的帕加尼风神 他们在一栋更像简陋的小作坊 而不是工厂的建筑里 他们感受着达芬奇的启发 他们正在追求汽车界的终极梦想 这就是近乎完美的艺术品帕加尼风神 你会花费2900万元 去买一辆如此拉风的超级跑车吗 当你看到成千上万的记者 和汽车爱好者涌向日内瓦车展 去关注这辆帕加尼的新车揭幕仪式时 你就知道它就是你未来三年 要追求的小目标 今天就走进帕加尼的制造工厂 看看这辆被许多人认为 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跑车 又是如何制造出来的 在风神发布后的几天内 光是帕加尼的名声 就足以获得第一批订单 随着日内瓦车展的结束 他的团队担心的不是销售 而是如何将成品生产出来 在素有超跑之乡美誉的意大利小镇摩德纳 这里也是帕加尼的家 他们在这里研发这款车已经超过八年了 在追求完美的过程中 创始人奥拉西欧帕加尼 亲自设计了他的小工厂 组建制造和设计工作室都在一个屋檐下 在这里你几乎看不到一部机器人 工匠才是这家工厂的主人 他们全程依靠手工打造超级跑车 在过去十多年里他们生产了皆150台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跑 接下来要面临的挑战就是帕加尼风神的制造 但是在此之前他们还有很多事要做 远在800公里外的德国 他们都是在此测试帕加尼的原型车辆 帕加尼风神厂房超跑 6.0 AMG双涡轮增压V12发动机 输出峰值超过760匹马力 7速AMT变速箱 标志性的四处排气 据说过弯可以达到1.8个G的横向甩飞离心力 4个G就可以让你迷糊 就问你怕不怕 即使是像戴维德这样的专业测试赛车手 也必须表现出对帕加尼应有的尊重 时间来到风神发布后的10月 销售团队已经收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60份订单 这是一个需要数年时间才能完成制造的数字 尽管此时测试还没有结束 但是他们不得不正式投入大货的生产 在装配车间里 奥拉西欧帕加尼的力学团队开始了全新的篇章 第一项工作是熟悉所有的新部件 包括控制单元 防锁死刹车 单锁轮框罗帽 悬挂壁等等 并且每一样东西都有零件号以及品牌标志 每一个零件都像一件艺术品 虽然他们在这个车间里 已经制造了超过90台风之子 但是风神的零部件又是全新的开始 很多东西都与原来的不一样 制造一辆全新的风神并没有制造手册 这需要技工不断地摸索学习 帕加尼风神的1200根 泰罗栓的售价就高达10万欧元 这比大多数整车的价格都要高 制造这辆超级跑车的第一站 就是制造前后底盘 两个底盘都是轻量化车架 由非常坚固的隔木合金制成 然后再接到驾驶舱的前后两端 大部分机械部件都将被安装在这些车架上 包括博士ESP系统的硬件部分 当工程师试图搞清楚组装顺序之时 帕加尼的老板奥拉西欧一直都和工人待在一起 他要盯着第一台帕加尼风神的诞生 奥拉西欧帕加尼想创造出性格分裂的车子 既要能够提供风之子那种传奇的刺激和速度 还要有比较温柔的一面 一款4G适用老少街仪的车 这就是车身稳定系统的用处所在 设计师必须微调两种截然不同的模式 首先是运动模式 在直线跑道上用干湿对分的路面做测试 能轻松做出惊险刺激的甩尾打转而不会完全失控 但是转成正常模式 启动完全的牵引控制和防锁死刹车 这就让车子稳定到几乎不可能打转失控 稍微修正就能让车子保持在既定的轨道上 ESP系统最新的组件是稳定控制 果弯时电子装置能独立对四轮施加刹车力道 这样有助于通过更急的弯道 但若是感应器侦测到快要失控也能自动启动 在测试阶段两个小时就用掉了一组价值4200欧元的轮胎 回到帕加尼的制造工厂里 他们每天早上7点半开工 作为创始人的奥拉西欧帕加尼也不例外 他甚至吃住都在工厂里 在风之子推出大火之时 他就立即启动对风神的研发 他要求这辆车必须有独特的工艺特色 要有深不可测的动力和速度 还要有舒适的驾驶感受 最重要的是如何让客户愿意掏出数百万欧元的真金白银来购买它 因为市场上有很多功能齐全的跑车 车价还不到帕加尼的四十分之一 奥拉西欧帕加尼坚信达芬奇的一句话 那就是艺术与科学可以携手并进 于是他要求年轻的设计师团队设计出风神的4700多个组件的设计图 不仅要使用最高档的材料 还要是上乘的工艺大作 小到螺栓和拖座都必须自成艺术品 车子外形的灵感来自于飞机的机翼 它是将形态与性能和谐融合的绝佳范例 高性能车要尽可能增大下压力 同时尽可能减少风阻 其他的超跑多是采用安装尾翼或者扰流翼的方法来实现减少风阻 这其中就包括帕加尼峰之子 高速时车上巨大的尾翼有助于车辆紧贴路面 但是对于近乎完美的风神来说 他们想要完全不被打断的流畅线条 为此需要丢掉跑车空气动力学的常规 于是他们设计了四片能够独立运作的空力精翼 这四片精油车上的电脑自动控制 在需要时才会提供额外的下压力 风神在直线跑道起步奔驰时 金翼是放平的 能把风阻减至最低 达到最快的加速 低风阻使得车子能够达到最高时速370公里 一旦踩下刹车 金翼便自动升起 就像飞机上的金翼一样 成为高风阻的空气刹车 同时把下压力加到最大 发挥轮胎最大的抓地力 超级跑车的极限速度是人们追求的极致 但是过弯才是一辆合格的超跑大展才能之实 车子通过高速弯道会测轻 重量会往外甩出 而内侧轮会失去抓地力 这就意味着你必须减速 否则就会打滑侧翻 帕加尼风神的主动式空气动力系统 有着独门绝技来处理这个问题 当它进入快速弯道时 四片金翼都会升起创造更大的下压力 增加整体抓地力 但内侧筋翼会升得更高 抵消掉侧轻的惯性 这样不仅更安全也能开得更快 这种技术强过其他后尾翼 同时让风神有着连成一气的纯粹线条 当创始人奥拉西欧帕加尼 还是个孩子的时候 就梦想打造一辆意大利超跑 1984年他在兰博基尼打螺丝 并一步步的成为碳纤维新材料专家 于是在1991年创办了自己的工厂 刚开始也是做合成材料的公司 这些合成材料有着无可匹敌的强度重量比 也可以人艺术形成千七百怪的物件 所以继续坐稳合成材料的大师宝座 成为奥拉西欧打造完美超跑的关键 他们用专为帕加尼制造的一种柔软独特的碳纤维植物开始制造 原材料来自日本 在德国进行编织 然后在意大利进行树枝处理 也只有帕加尼制造完整的配方 在一个像是专门定制西装的车间 工人把碳纤维布铺进模具 接着每个组件要真空包装进行烘烤 以135摄氏度烘烤两个小时后 再检查每个烘烤部件 接着送进修整站打磨 即是需要全身穿戴保护装备和呼吸器 以免将致命的碳沉吸入肺部 烤漆前合成材料组件先进行组装 以确保一切相互匹配 其中每一片碳纤维在接缝处的纹路都要完美对齐 正如其他众多友商一样 帕加尼打造风神也需要依赖数十家外包商通力合作 在摩德纳的另一头有家ASPA旅工厂 他们制造飞机的组件 航海产品以及超跑配件 他们在主工厂旁边打造出一个完全独立的设施 这里有顶尖的机器和无菌环境 专为帕加尼打造旅制配件 身为帕加尼的协助厂商 他们同样需要拥抱帕加尼对于完美的追求 每当帕加尼设计出了某样东西 ASPA工厂就得研究要怎么用一块铝将棋做出来 在风神的设计初期 研发这个两件事的轮毂就用了工厂整整一年的时间 但是帕加尼方面还是不认可 于是他们又研发出一体成型的全新轮毂 现在它显得更简单更不容易损坏 同时减轻了重量使得成本更低 但是一共高达260个组件都要同样处理 ASPA工厂自从受到帕加尼的高度质量约束后 也为他们带来了超过15家新客户 创始人绝不妥协的形式作风 对于达成它的完美汽车至关重要 所以它花费多年时间建立国际网络 结合验证可靠的协助厂商 密切合作研发轮胎 引擎以及变速箱 全车有超过95%是采取外包 特别是皮革内饰部分 帕加尼选择了一家很小的公司来打造 因为他们相信只有这样才能跳出帕加尼的固有思维 你敢相信吗 这里就是打造价值2900万元帕加尼风神内饰的地方 Salt是一家手工皮革工厂 他们替汽车 私人飞机 直升机制作豪华内饰已有数十年时间 但是为帕加尼制作内饰仍然让他们挠破了头皮 经过数百次的制格测试 才做出和女士手提包一样柔软又耐用的皮革 在一楼 从摩德纳送来的复杂的合成组件将和皮革结合在一起 其中包括碳纤维座椅 车侧面板和仪表板 他们用上泡沫垫并加以塑形 然后仔细把定制皮革整平定位 服务贴的几乎像是回到原来的动物身上 在涂上特制的胶水 等到皮革的位置分毫不差 再用吹风机吹干胶水固定 回到帕加尼的组装工厂 悬吊部件是最先装上车的铝制组件 赛车样式的双玉壁悬吊 为了轻量化性能和美感而研发 所有组件都安装到位了 底盘车架就可以连接至驾驶舱 这是帕加尼风神安全设计中的关键组件 驾驶舱是保护成员的单体结构 使用这辆车中最坚固的合成材料 再以钛金属线为强化 但是每个车架仅以8根钛金属螺双固定 做成必要时会失效的螺栓 在正面对撞时 各木合金车架是设计成会溃缩的 和多数车一样吸收掉撞击力道 但是更困难的是让成员在侧面撞击里 还能保住性命 所以在高速的侧面撞击时 这8根钛金属螺栓会断开 而整个后底盘会与车身分离 消散掉巨大的撞击力道 所以成员就更有生还的机会 在碳钛单体结构中受到保护 接下来就是安装全新闪亮的 6.0升梅塞德斯AMG的V12引擎 可输出730马力 但是达到此目的的方式 需要双涡轮增压器 也有助于通过废气排放标准 但是涡轮增压引擎有着严重的缺点 帕加尼是依靠自然进气的 风之子成名的 其有力的引擎反应灵敏声浪雄混 所以他们对这台引擎改良冷却系统 引擎管理系统和涡轮增压器本身 让此车拥有反应灵敏且可控的巨大马力 但是涡轮增压引擎的声音像是无病呻吟 为了解决声浪的问题 德国的这家工厂接下了这个挑战 涡轮增压对增加引擎力道很有效 方法是用一个由高热废气驱动的碟片 带动第二个压缩机碟片 让更多的氧气进入气缸 制造出更大的马力 问题是涡轮增压器会打断排气流动 扰乱从V12引擎出来的雄混声浪 于是他们手工打造的排气管 不同于一般家用车的钢铁排气管 这些是用质量超轻的钛金属制成的 以及耐热的航空材料应高涅6毫合金 并且排气系统形状很复杂 采用液压成型的制造方法 其中扩音器的做法是将一根直通管 先罐满水 然后放进液压剂里面的模子 将直通管里面的水加压至1500个大气压 这样就把毫米厚的钛金属伸展成所需形状 然后送进烤炉 不用化学物质或添加物 只需热量和精准时间 完成后的排气系统 先把来自每个液轮扰乱的排气 分成两根独立的管子 这能够让音质变得平顺 然后废气进入扩音器 用空的回声式来放大声音 于是形成嘶吼的声浪 每个液轮增压器的出口 都安装了触媒撞化器 然后可以安装剩下的排气系统 底盘和车身的配线 是这台风神的神经系统 完成后就是处理内饰部分 包括亮面的碳纤维面板 兜林的柔软皮革 全都按客户意愿定制而成 最后是合成材料车身面板 装上引擎盖 车门和侧面板 通过三周的组装后 这辆帕加尼风神就完成了 接下来还有最后的测试环节 涡轮增压V12引擎 加上巧妙的排气设计 还有独一无二的空气动力 精条过后的电子装置 加上一组被耐力最棒的轮胎 憧憬和嘶吼所带来的刺激 是否让你怦然心动 好了 这就是世界上最棒的超级跑车 帕加尼风神 骑上这辆车后 你就莫名的想拯救世界 骑上这辆车后 你就是街头最亮的仔 作为世界顶级休闲摩托车品牌 哈雷的成长浓缩了 自1903年以来 美国机车品牌的发展历程 一个多世纪以来 哈雷戴维森一直是自由大道 原始动力和美好时光的代名词 它是一台每年汇集50万车手的机器 哈雷甚至可以把你变成一个坏坏的男孩 机器人进行终极焊接 最先进的雷射刀 技术人员通过触觉来创造完美 一切都是对细节的极致要求 这里就是哈雷摩托的超级制造工厂 今天就走进这家工厂 看看他们是如何制造的 又是什么让他受到全世界车迷的青睐 哈雷戴维森制造中心生产超过30种不同的型号 他们包括运动者系列 用餐者 以及软尾系列等等 但其中有一辆摩托车脱颖而出 一辆比哈雷以前制造过的任何机车都更强大 技术更先进的摩托车 这就是来自于哈雷戴维森维尔尔的诱惑 他对传统哈雷车迷以外的人也有很大的吸引力 他给人的第一印象就很结实 很有力 很兴奋 很科技 他拥有该公司第一台水冷燃油喷射引擎 采取外部车架设计 零百加速只要3.5秒 其速度是其他哈雷机车的两倍 维尔尔从一开始就定义了一种全新的外观 当你在大街上骑着这台车时 真的会让人情不自禁地回眸观望 这里就是位于哈雷在密苏里州堪萨斯城的巨型工厂 占地面积4万6千平方米 拥有1100名员工 里面装满了足够多的机器人 激光切割器和高科技设备 从第一个螺栓到成品Vinrod的过程 主要经过四个重要厂房 分别是发动机装配线 然后是绝密的烤漆部门 其次是主装配线 但这一切都是于工厂制造中最嘈杂的部分 这里就是锻造生产线 锻造车间里配备了五台冲压机床 44部自动机器人 每年加工超过5000吨的钢铁 首先是制造Vinrod最关键的车架部件 传统的哈雷机车的车架一直隐藏在油箱下面 形成一个又长又结实的中央几样 但是机车设计大师戴维森和造型团队 却对Vinrod定有盘算 他们想让车架在外面包住引擎 这样引擎看起来像是在一个框架内 从而做到简洁美观 但是戴维森的设计有一个问题 为了获得复杂的形状和流动的线条 工程师们必须把16个独立的钢管焊接在一起 这样就导致了丑陋的焊缝 破坏了机车的美感 因此车架的形状务必连贯而平顺 设计团队最终找到了解决办法 主要依靠液压成型这种革命性科技 他们先用弯管机塑造钢管的形状 但这个过程会在每个弯道留下小凹痕 然后将弯曲的管子放入液压成型压力机 并从另一边注入每平方厘米2500公斤的水 压力迫使管子膨胀 钢管由此也变得平顺光滑 液压成型后 车架的剩余较小的部件在钢管加工部门制造 首先钢管经过弯管激素型 然后他们被两个机器人以1500瓦雷射切成适当大小 第一部机器人通过旋转360度来裁切左边 从开始到完成只要三秒 然后他把管子交给第二台机器人裁切另一边 接下来就是准备焊接这些小部件 但是VR车架必须依靠焊接点来支撑 为了增加强度 哈雷戴维森特别使用800摄氏度的强大机械焊枪 至此VR车架基本接近完成 但最后的润色需要手艺精湛的工匠来完成 他们利用焊枪焊接机器人接触不到的地方 完成后焊工肉眼检查每一个连接处 以确保成品完美无暇 至此哈雷VR的车架就完成了 卢雷贯尔的哈雷是世界上最顶级的机车 实际上早在1903年 它就诞生于威斯康星州尔瓦基的木屋里 两位年轻人比尔哈雷与亚瑟戴维森 开始拿机动单车装置做实验 这绝对称得上是世纪交替的新奇事物 两人很快意识到这些车辆 无法应付威斯康星州崎岖的路况 于是他们把引擎和车架结合在一起 增加了很多动力 同时将更多的动力转移到后轮 这款机车如今还存放在收藏馆内 它也是世界上第一辆哈雷机车 早期的哈雷机车同样追求极致的性能与动力 大约只有3-4马力 最高时速56公里 但是在那个年代却是一辆高性能机车 接下来哈雷·戴维斯的创始人 目标是建造小道可以放进两轮车架的引擎 并且具有更大的马力 方案是增加气缸创造更多的动力 B型双引擎是一个完美的设计 它节省空间马力又大 1911年让哈雷公司扬名利万的V型双引擎正式展开量产 并且从此名流侵蚀 它独特的活塞燃烧循环设计造就了哈雷经典的引擎声 近百年来 这种双气缸45度角配置 一直是哈雷机车的特色 哈雷V-Rod于2001年上市 它的动力源自这具强大的心脏 所有的零件如传动装置 水泵与活塞 全都在发动机装配线组装 这个厂区达2100平方米 虽然员工们身穿随意的T恤和牛仔裤 但是这具引擎一点也不简单 引擎生产线分为十个工作站 每七分钟前进一次 员工们必须要有效率才能完成任务 这具引擎的运作原理是这样的 气缸内的火星塞点燃混合空气的燃料 产生爆炸并驱动活塞往下传动机轴 传动装置的齿轮 把转力传输给机车的后轮 另外的引擎约有370个零件 每一个都要接受检查 查看有没有刮伤 断裂或瑕疵 技师将在两小时内把零件组合成引擎 首先他们把引擎盖下半部拿下来 放于次生产线上 第一步是安装传动装置与5档变速系统 接着下半部与传动系统再度回到主生产线 线上有高科技装备辅助 电脑操作的扭力枪把零件锁好 重型机械手臂搬运沉重的零件 迷你摄影机检查关键步骤有无遗漏 一旦侦测到问题 生产线就会停止移动 随后点胶机自动沿着引擎盖边缘涂胶 然后盖上引擎盖密封 REAR的引擎的每个部分都是为性能而设计 大刚进气缸的活塞增加燃烧与马力 水泵的角色十分重要 它能使高速旋转的引擎实现降温 即时系统则让REAR的性能与高鞋调跑车并驾齐驱 引擎生产线最后的步骤是安装个离合器与电机盖 至此这台革命性的1130CC引擎就完成组装 接下来技师要执行严格的引擎测试程序 他们将引擎接到测力器上 它是电脑操控的诊断机 引擎运转的过程中需要注意噪音与点火失误 同时检查油压 然后让引擎运转至每分钟6000转的五档 其实速将近150公里 如果发现问题 技师必须利用内视镜查看引擎内部 内视镜的顶端有一部迷你摄影机 它能清楚地拍下人眼看不到的地方 一切没有问题以后才能送到机车总装配线进行组装 拥有一辆哈雷机车是什么体验 据说有了哈雷后就会喜欢进行各种街头拉力赛 早在1988年的芝加哥 哈雷戴维森的骑手们就会进行各种聚会 如今哈雷戴维森成立了哈雷车主队 该车队简称为Hog 哈雷公司表示 车队如今在全世界拥有百万成员 在堪萨斯的哈雷戴维森工厂里 已经制造数万台的V-Rod销往60多个不同的国家 哈雷V-Rod只需11.3秒就能跑完400米 最高时速达到225公里 最高转速则为每分钟9000转 从第一次焊接到最后的炮光 这里就是哈雷诞生的地方 此时车架和强大的引擎都完成了 接下来就是挡泥板的制造 所有的哈雷挡泥板都是在这里制造的 这是一毫米厚的钢板 机器人把钢板放进模具里 压模机师以450吨的压力 随后工人把压好的挡泥板移到一个密封小房间 即所谓的雷射室 由机器人控制的精密雷射准确的切割钢模 只需要几秒钟就切割出安装指示灯与管线的洞 接下来零件被送往烤漆部门 每辆机车在这里最多要上16种油漆 烤漆部门位于工厂中央封锁区 这个过程十分精密 甚至吃的是特定的食物 用特定的衣物柔软筋 连喷哪种香水都有严格规定 原因是某些产品可能含有锡胶等化学物质 在烤漆上留下污点或坑洞 烤漆完成后 师傅替这个蓝色的Virad配件进行最后的抛光 到此Virad终于要展开最后的组装环节 主生产线分18个工作站和9个次工作站 工人与技师在此把450个零件衡恩为一 从工车架到完成的机车全程不到三小时 第一站先在车架上印上识别码 识别码就像是出声证明 记录机车出厂的地点和时间 接下来必须安装Virad管线系统 车架外路能隐藏杂乱管线的地方不多 解决方案就是巧妙的把线束扣在内轨上 这样从外面就完全看不见 哈雷Virad原创革命性设计给生产线带来诸多挑战 例如该把油箱放在哪里 Virad的风箱及空气滤清器所在处 占据了哈雷油箱的老位子 于是设计师决定把油箱放在座位底下 它卡在后轮跟引擎中间 这使得它足足可装19升的燃油 等油箱装好 Virad就可以跟它的心脏结合了 工人控制机械手臂掉起90公斤重的引擎 放入引擎固定 接下来是散热器 高转速的Virad引擎制造更多的热能 需要有效率的水冷系统 这也是有史以来头一遭 设计师必须找个地方挂散热器 同时保持机车的流线造型 于是散热器成了哈雷工程部 与造型部意见分歧的源头 工程师要有效率的大散热器 但戴维森拒绝在机车前面 挂一个丑陋的黑色箱子 解决的方法是安装两个旋风导流罩 用内部散热片提高进气量 结果散热器不但没有破坏美感 它还成了设计上的一大亮点 估计每一个男人心中都有一个哈雷梦 根据型号不同 一辆哈雷的价格仅需10万至40万人民币不等 那么问题来了 你愿意花费一辆中型SUV的价格 去买一辆摩托车吗 大多数运动型机车 都是让骑士低坐在油箱上 双脚往后双手靠拢 传统上的哈雷都是直挺挺地坐在车上 哈雷VY也不例外 变速装置跟刹车都在前面 这让VY呈现典型的哈雷机车风格 它让你的双腿自然下垂 符合人体工程学 在哈雷的制造工厂里 工人正在安装哈雷VY的前母组 这个预制组件包含把手 前叉和车轮 此时车架终于有了机车的样子 前母组为VY营营造长而低的侵略型外观 戴维森是受直线加速赛车影响 它要让VY有同样坚定的姿态 设计团队让前叉拖出四度 塑造VY特有的长低造型 排气管锤挂在VY的侧边 它们排除引擎用过的气体 冷却废气并减少噪音 现在蓝色挡泥板跟空气滤清器的盖子也安装好了 在哈雷工厂的定制车辆部 让VY更上一层楼 这是一台吼音VY 这辆定制VY 拥有超大的1250cc引擎 车身大量的各语独特烤漆 每一辆都有专门的工匠负责 其中一位工匠一天大约做两辆机车 至今已完成2400辆定制版 定制版吼音VY也是从车架开始 它的大刚径引擎比一般VY多多了100cc 动力为12马力 扭力为1.4公斤 扭力是制造转动的力量 扭力越大加速就越快 每一站安装完成后都要做一次目视检查 回顾并重新检查刚才所做的一切 在主生产线旁边的次生产区 工人正在制造隆纳240毫米厚胎的后轮模组 这个宽厚的轮胎也是哈雷机车最酷的部分 车身上覆盖了大量的搁置不见 这让机车看上去闪亮发光 在安装的过程中要确保不能刮花 另一项挑战是避开手工绘制的烤漆 这些手工绘制个性十足独一无二 这也让整辆机车成为有价值的收藏品 最后工人装上座椅跟管盖 组装它的机师还需要在这件作品上签名 特质车辆部还有另一种手工打造的V-Rod 它就是吼音V-Rod破坏者 它也是哈雷第一辆创新直线加速赛车 设计师将这辆车的引擎提升至1300cc 所有的控制都在手把上 无限制排气管又短又粗 而且没有消音器 这样机车得以呼吸 把废气排出引擎 同时把富含氧气的空气吸进燃烧式 为了控制超大的马力 设计师还把V-Rod的皮带换成重量级链条 这给了后轮170马力 转速达到每分钟9700转 这也是哈雷工厂制造的最快的直线加速赛车 此时机车已经组装完成 但是还不能上路 首先在运转测试室 计师将其放到运转轴上 同时接上诊断器 分别检查电路、转速、离合器、传动系统与加速性能 让机车的时速高达100公里 运转测试完成后就是极致的平管环节 他们把机车放在台座上检查零件的每一寸 寻找最细微的刮伤与变色 以及任何电子故障 哪怕一丁点瑕疵都要被标记出来 最后他们还要将新车加油骑行40公里 这也是哈雷在出厂前的首次上路 主要测试车辆的刹车以操控特性 路线也是经过精心策划 包含直路、大弯道、野地道路与公路 等所有的测试都完成后开始装箱 你心爱的哈雷机车很快就能交付到你的手中 好了这就是哈雷机车的制造工厂 这是世界上最豪华的私人火车 它的很多车厢都具有150多年以上的历史 从世界各地收集而来 经过奢华的改装就变成维多利亚风格的移动的五星级酒店 全车最多只能容纳72名乘客 整个车厢采用全木结构 拥有独立的空调系统 可加热地板 在每间十几平方米的套房里面 设有超大的淋浴房和全套位预设施 以及柔软的大沙发和标准的大床 五扇大窗可以随时开启 让你尽情享受沿途的风景 这就是南非最具贵族系统的非洲之奥列车 以其极致的奢华吸引了来自欧美 日本和本土的达官显贵和富商名流 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非洲之奥的奢华之旅 看看它到底哪些地方与众不同 位于印度洋沿岸的德班 它是整个南非最繁忙的港口城市 这里有着著名的热带海滩 德班车站也是此次旅行的始发站 早在1860年 南非的第一辆列车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接下来它将从德班出发向北行驶800公里 到达比勒图利亚 短暂的停留后继续往南行驶1600公里 穿过辽阔的卡鲁沙漠 最后来到南非最古老的城市开普敦 启程之前所有人员会坐在一起 倾听游客给到的建议或赞美 以便下一次的旅行进行优化 服务人员需要打扫并整理好车厢 保证干净整洁一尘不染 在厨房里所有的食材配料也需要及时的补充 同一时间维修技师需要检查车辆的每一处 试图找出安全隐患 以便及时地修复保证旅客的安全 Robos列车成立于1986年 有180节车厢 这也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列车收藏 在不到20年时间里 非洲制奥列车已经成为最豪华列车的代表 乘客几乎都是达官显贵 每当有列车出发时 创始人罗汉·沃斯先生都会乘飞机 从开普敦的加飞到比勒陀利亚 亲自欢迎每一位乘客并致词 他也成功地将他的爱好变成了一门大生意 如今他拥有450名全职员工 他的四个孩子也全部在这里任职 帮他共同打理家族企业 回到德班车站 旅客们开始迁到近站 工作人员将乘客的行李箱运往车厢 每一个部门都在紧张地忙碌 特别是厨房里厨师需要做好全面的准备 接下来为这趟旅程提供动力的是 两个18亿电力机车 他们每个长达14.6米 高3.9米 宽2.8米 这些车头全部由南非国有运输公司Transnet提供 目前的总保有量只有728台 在机库里统一做好保养后 才能送往非洲之澳这样的公司 接下来所有的乘客开始登上非洲之澳 此次旅程共有37名游客 有16名员工提供旅途服务 随着一声清脆的思鸣 世界最豪华的私人列车非洲之澳踏上旅程 这些车厢的每一个细节都是定制的 今天的这趟豪华列车的组成部分 分别是两个车头 一节发电机组 员工车厢 接下来是餐车车厢和专属的厨房 之后还有八节客车厢 24间套房和两个休息室 以及一个带有露天观景台的车位 乘坐这套列车的票价从1500美元至3000美元不等 具体价格取决于你选择的是什么样的套房 这是这趟列车上最大的一个皇家套房 配备了两个大沙发和一个特大号双人床 躺在床上就可以看到外面精彩的风景 还有一个巨大的浴室 躺在浴缸里也可以直接欣赏到外面的风景 本次行程一共为期三天 从德班向北进入令人惊叹的一千多座丘陵山谷地带 然后穿越雄伟的德拉肯斯堡山脉 接着穿过广袤平原的农田 每一段道路都充满挑战 驾驶这辆豪华列车的汤姆森拥有40年的驾铃 在他的驾驶历程中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事故 列车条酒师埃迪以擅长调制马提尼基为酒而闻名 距离德班不到一小时的沿途是绝美的风景 这周围有无数的山丘 也称为千山谷 紧接着通过四个隧道以后 就是逐渐的爬山路段和蜿蜒的曲线行驶 短短的60公里路程就要攀爬超过600米 南非拥有世界第11大铁路网 铁路里程达2.2万多公里 轨道总长超过3万公里 在南非国有运输公司的控制大厅里 调度着全国的列车网路 由于前方路段正在临时维修电力 所以非洲之澳遇到此次旅途中的第一次紧急停车 工作人员说 由于存在大量的偷盗者破坏电缆 所以他们几乎每天都有修不完的线路 光维修费用每年高达3.5亿美元 有时候因为偷盗电缆导致列车一停就是20多个小时以上 好在今天的修理只花费了20分钟 非洲之澳再次踏上旅程 由于这列火车的车厢全部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废料 所以需要加以改装和维护 他们有一个专门的改造工厂 这里时刻放着六七节车厢等待改装 非洲之澳的老板说 他们从不买新车厢 因为买旧的要便宜很多 通常翻新改装一节车厢需要23周的时间 一个普通的车厢就能摇身一变成为豪华的套房车厢 回到列车上 此时他们到达一个小镇临时停车 在这里 乘客们可以选择下车外出观光 同时列车上的工作人员需要利用这段时间进行打扫整理 厨房里也在热火朝天的准备晚餐 靠近火车前部的是独一无二的洗衣房 这里必须确保稳定供应全新的床单和床上用品 同时还要完成乘客的洗衣服务 这里有两名工作人员负责 乘客们则在外面享受鸡尾酒派对 很快他们将再次回到列车上继续下一段旅程 非洲之澳作为世界上最奢华的私人列车 乘坐它的游客飞富极贵 他们大多数喜欢追求刺激的旅程 毕竟三天的行程就要花费高达3000美元 由于列车本身的重量和惯性 火车需要长达1600米才能完全沙停下来 因此列车经常撞击到野生动物 曾经他们就发生过一起撞击野生大象的事故 列车公司想尽办法避免此类事故再次发生 为此他们改装了一批列车车头 原来的小窗户意味着司机的视野有限 所以他们切断了装有制动系统的鼻子顶部 然后挪动到后面 并添加了横跨火车前部的窗户 这种全新的改装帮助驾驶员更快地发现大象 从而留下更多的时间停下火车 接下来正在去往禁列区的路上 整个禁列区面积很大 高达95平方公里 它是数十种真奇动物的家园 Namidai是一个私人拥有的保护区 由六个不同的野生动物区组成 游客们会乘着游览车穿梭于景区 在这里不仅可以看到普通的动物 甚至连丛林之王狮子也能看到 还有悠闲的野生非洲象 此时离开德班车站已经两天了 很快非洲之澳会带着游客去往下一站 过了动物保护区后 他们需要换上更有力量的车头 当客人在餐车用餐的空档 他们很快更换完成 前方也正在修整铁路路基 同一时段非洲之澳需要加载物资 以备下一阶段的旅行之需 其中包含87打鸡蛋 150条面包和44瓶威士忌 洗衣房里也在加紧床上用品的准备 这些铁路工人大多来自 约翰内斯堡附近的Transnet铁路学校 每年有12000名学生就读于此 所有的列车司机也是从这里培训毕业 考官会在隔壁监控司机的模拟驾驶操作 在模拟器上会出现大雾等不同的天气状况 甚至前方突然出现野生动物的突发情况 需要司机做出合理合规的操作反应 以及进入隧道后的灯光切换 如果突然遭遇火车相撞时的应急反应 只有考试达到80分以上才算一个合格的列车司机 在这里还可以看到修复后的1948年的蒸汽机车 接下来新一批的乘客开始陆续登车 他们将有三天时间行驶超过1600公里 期间会在金伯利的一座历史悠久的钻石矿短暂停留 再进入令人生畏的大卡鲁沙漠 最终到达开普敦 列车的厨房里从不间断地准备着餐点 一路上南非令人叹为观止的奇观接踵而至 从靠近卡鲁的郁郁葱葱的河流景观中 可以看到成千上万的火烈鸟 接下来来到金伯利站 这里有一个巨大的纯人工挖掘矿坑遗址 神达1097年 1866年一个名叫丹尼乔可博的人 在这里发现了第一颗钻石 从此以后数千名探矿者涌入该地区 在1866年至1914年间 超过5万名矿工在这里挖出超三根钻石 这里成为整个南非最大的钻石开采区 为了能将石头顺利地运输 同时金伯利也成为南非铁路系统的核心 回到列车上 每个人都在庆祝此次旅途中的最后一晚 所有认识的不认识的陌生人 都会坐在一起畅谈把酒言欢 期间还有徒步穿越沙漠的极致体验 最后途径壮观的山谷进入美丽的开普敦 这就是世界最奢华的私人列车非洲之傲 提到印度的火车 大家首先想到的画面可能是这样的 实际上你已经陷入极其狭隘的偏见里不能自拔 所有的脏乱差 拥挤不堪 开挂等印象都是极其少见的案例 在经济发展速度和影响力都不容小觑的印度 它拥有世界上最奢侈的火车之一 这就是大军快车 也是印度票价最昂贵的火车 寻遍中国 估计也没有比这列火车更加豪华的 正如它的名字一样 乘坐这趟火车可以让你如同享受君王般的待遇 它就是一列一动的七星级酒店 内部不仅设有高端的总统套房 还有各类豪华套房与精亭小屋 火车上配有两个餐厅 以及酒吧和休息室 并且配有私人管家提心服务 此外还有一名医生时刻为你的健康保驾护航 作为全印度最昂贵的火车 大军快车花费自然不菲 一趟八天行程的票价差不多就高达5000美元起步 最贵的总统套房直接飙涨到24000美元 大约17万元人民币 不过优质的服务和环境绝对只会票价 今天就一起走进印度最豪华火车的奢华之旅 在印度一共拥有一万两千多列旅客列车 大军快车就是其中顶级的存在 置身其中 这里的每一个细节都只在像对待印度皇室成员一样对待乘客 大军是指统治数百年的地方国王 有着无与伦比的财富和辉煌 今天这列大军特快列车将前往新德里 从那里开始新一轮的奢华之行 从新德里出发前往阿格拉市 再到距离190公里外的伦坦博尔国家公园 紧接着穿过郊游沙漠到达维切尼尔市 最终到达孟买结束此次旅程 全程一共耗时八天时间 新德里的主要车站非常繁忙喧嚣 每天运送超过100万人次 为了避开这种喧嚣吵闹的环境 大军快车选择了距离几公里远的一个不太起眼的小车站作为始发站 车站的工作人员正在准备欢迎场地为今天的旅客送行 15名维修工人有10个小时对所有的运行设备进行检查 厨房团队更承受着巨大的负荷压力 很快大军快车缓慢地驶入车站 司通大厨为54名乘客和56名乘务人员准备了一周的物资储备 这54名旅客来自世界各地 所以为了满足大家的口味需要 他们准备了来自全球的美味食材 比如挪威的烟熏冷冻鲑鱼 每间客房均配有豪华用品和高档床单 车厢内部所有的房间都非常华丽 就像走进了宫殿一样 这是一间最豪华的总统套房 里面是一个主卧 定带有浴缸和淋浴的完整浴室 定且配备了一个令人惊叹的客厅 外面还设有一间次卧 乘坐这趟列车你将花费5000至24000美人不等 当工人完成对列车的全面清洁之后 他们将正式开始今天的旅行 作为印度最豪华的观光火车 24000美元的最高票价 也使得这列大军快车成为世界上最昂贵的火车旅行 这列火车有一个内燃机车头和一个电力机车头 接下来是员工车厢和八节客舱车厢 一间贵宾酒廊 两间餐厅 一间厨房以及一节酒吧车厢 接下来是另外六节乘用车厢 最后还有一节员工车厢和发电机车厢 整个豪华的大军快车达到惊人的一公里长 相当于三艘航空母舰的长度 拖动它的内燃机车车头达到3100匹马力 长是7.1米 高4.2米 宽2.9米 晚上8点开始举行欢迎乘客仪式 工作人员给每一位乘客罗头上涂抹一点珠红 预示着即将踏上吉祥的旅程 同时将所有的行李搬运上车 随着一阵清脆的嘶鸣 这列大军快车正是踏上为期八天的奢华旅程 在新德里这个铁路调度办公室里控制着1275条路线 只有这几名工作人员负责协调进出新德里车站的数百辆火车 这里没有高度智能的计算机系统 只有极具细心的专业技术人员 印度铁路始于1850年代 如今已拥有世界第二大铁路系统 火车依靠最先进的悬挂系统 悬挂系统依赖于两层弹簧以消除震动 上面还有一个气动液压垫来保持车厢平稳 经过145公里的行程后就会到达阿格拉 这里有着印度最著名的地标太基林 列车内部只能用金帝辉煌来形容 悬列三分之二的车厢专用于客舱 每一位乘客都能享有五星级个性化服务和舒适的绿色空间 在一百多年前 印度最富有的人就是大军 他们喜欢乘坐特别豪华的车厢旅行 今天的大军快车就是重现皇家风范 每节车厢都印有珍贵宝石的印度名字 几乎都是以红宝石和蓝宝石进行命名 在火车中间有两个休息室和两个餐厅 这里被称为孔雀餐厅 餐厅展示了大军的另一面 那就是他们对进口奢侈品的热爱 车厢顶部的玻璃片来自于西班牙 桌面的彩色玻璃则来自于巴黎 椅子是用桃花西木手工雕刻而成 列车的速度始终保持在70公里每小时 乘客们几乎感觉不到颠簸 9个小时后到达中途停靠站 接下来乘客们要去参观太极林 下车有专门的红地毯开道 和喜庆的古月相伴 他们为旅客们准备了大巴前往 之后换成无污染的电力泊车前往 就在客人游玩的同时 工作人员会在火车停靠的每个车站 对列车进行安全检查 现在正在检查发电机车 每辆发电机车可以为40户人家提供足够的电力 电流从发电机车流出将电力输送到每个车厢 为这些车厢提供灯光、插头、电气和空调系统的能量 全车一共有两辆发电机车提供电力 所以必须保障电力机车一切安好 厨房车厢一样非常重要 它每天为50多名乘客和50多名列车工作人员提供餐饮服务 这是专为大军快车设计的厨房 所有的设备都恰到好处 不会浪费一点空间 在印度最豪华的大军快车即将前往的前方车道上 工作人员正在使用超声波系统穿透钢轨 它的作用是找到铁轨的裂缝或者变形的地方 7个探头通过导轨发出超声波信号 它们在铁轨70个不同的角度从上到下进行穿透 两个探头沿轨到顶部发送信息 当发现缺陷时声波随着扭曲反弹回来 根据不完全统计 早在2016年 印度一年就发生了60起火车拖轨事件 有相当一部分事故是由就轨道的曲线引起的 所以这个团队的超声波侦探工作可以挽救生命 它能找到肉眼无法看到的小裂缝 回到火车上 工人们正在给每节车厢的水箱加水 水通过四个过滤器从水箱中抽出 然后被送到每节车厢的水龙头和厕所 用过的废水将被收集在底部的水箱中 时间来到穿越印度豪华之旅的第四天 乘客们支付平均高达8000美元以上的票价 他们期待有舒适的住宿和沿途的冒险之行 每到一站乘客们都会在大红的地毯和欢庆的古乐声中下车 这让他们有一种皇家至上的待遇 这一站他们来到科尔尼玛塔神庙 鉴于19世纪末 也被称为鼠庙 他们说这些老鼠是生活和遗产的一部分 他们将老鼠奉为家人 并为其喝上美味的牛奶 如果人们想用老鼠喝过的牛奶 就会给他们带来健康和好运 回到大军快车上 技术人员趁此停靠的空档检查列车的悬架和车轴 同时为火车加满柴油燃料 确保接下来的旅途有足够的动力 所有这些工作都是由印度铁路的员工完成的 接下来他们要前往印度最大的沙漠郊游沙漠 这里的铁路是19世纪时当地的大军建造的 以前一直是蒸汽火车 由于年份久远 即使通过严格的检查 经常会出现列车出轨造成人员伤亡 一旦出现这种事故 他们会调来两辆重达46吨的事故救援轨道车 上面安装了重型起重机进行调运 这种救援车辆在轨道上行驶时 具有最高通过优先级 所以对于大军快车这样奢华的火车来说 必须确保不会用到这种救援车辆 安全行驶是第一位 所有人都在查检并维修火车潜在的安全隐患 确认一切没有问题以后 接下来将进入郊游沙漠偏远的沙丘 旅客们可以乘坐可爱的骆驼车前行沙漠 并且在沙漠中享受一顿豪华晚餐 这里会举行刺激的篝火晚会 有美味的烤肉和赏心悦目的特色舞蹈 回到列车上 工作人员会努力让旅客们自我感觉就是皇室成员 火车上有一个安全监控系统 机组人员使用安全摄像头进行跟踪 每个公共空间都有摄像头 如果有陌生人上车都会被及时发现 还有一个系统可以计算乘客离开时的数量 乘客只能通过其中一扇门离开火车 在即将到达最后一站时 他们还会举行一场豪华丰盛的皇家晚宴 厨师也会中途唯一一次离开火车来到菜市场 为晚宴采购新鲜的食物 每个细节都必须完美 乘客必须穿着传统的印度服装 然后一起举备欢庆 这是一种快乐的方式 以此结束这次印度北部最大景点的皇家之旅 好了这就是印度最豪华的大军快 这是一辆常年穿越澳洲大陆的老师火车 是澳洲非常著名的观光火车 从阿德莱德出发到达大尔文 三天两夜纵向贯穿全澳 一路从南澳的地中海气候到中部的沙漠戈壁 再到北澳的热带雨林 风景变换体验十分奇特 这就是古老的列车大汉号 其新建的历史可追溯到1878年 它也是地球上最长的旅客列车之一 这趟火车不仅观光体验独特 服务更是达到五星级水准 堪称梦幻之旅 包厢每日餐饮全包 各种酒水敞开供应 并且可以做到每日不同样 白金级包厢的票价更是高达7000美元 相当于48000元人民币 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大汉号的极致之旅 这辆传奇火车行经3000公里 穿越澳洲狂野的心脏 从澳洲大陆的顶部直到底部 穿越五个气候区和两个沙漠 温度可以达到60摄氏度的地方 这趟火车在澳大利亚深受欢迎 整个列车延伸超过一公里长 今天他要从阿德莱德的帕克兰火车站 出发到达北方达尔文 一共三天两夜 首先列车需要进行运行前检查与维护 由于列车实在太长了 他们必须将其拆分到三个平台上 分开后由调度机车拖曳 第一部分将16节车厢移动到2号站台 然后是第二部分 将25节车厢移到1号站台 最后在3号站台进行维护和清洁 现在所有移动都准确地完成了 上一趟旅途的客人到此就结束旅程了 他们纷纷走下火车 载油拖车将大件行李运送到指定地点 拖动它的是一辆柴油电力机车 长达22米 可以迸发出4000匹马力 车头一共需要两辆 在运行前都要进行定期维护 他们首先必须执行负载测试 将引擎运行到最大 高达3000千瓦能量 确保它可以维持最大马力 看看是否有任何损坏 由于测试的时候噪音非常大 足以震坏你的耳朵 整个测试房配备新挡板 当发动机达到每分钟1000转时 他们发现动力不能完全跟上 于是对其进行全面体检 比如对散热器风扇进行计算机诊断 回到列车上 他们一共有55名员工 出发前需要将行李全部运到车上 然后准备好所有的旅行用品 对车厢进行一次彻底的灰尘打扫 准备好所需的食品物资 一共44节旅客车厢和6个厨房 以及5间休息室车厢 作为澳大利亚最著名的旅客观光火车 它不仅能装人还能运输小汽车 乘客可以额外付费将自己的汽车带着一起旅行 方便中途景点下车自由行 整个列车组有两个车头和三个独立的供电车厢 每个车厢都有三个发电机 五辆乘务员车厢分布在整列火车的不同位置 以及一个单独的行李车厢 18节金牌旅客车厢 有带独立浴室的双人上下铺间和共用浴室的单人间 期间穿插着四个酒吧间和四个餐车厢 如果这还不够奢侈 那还有特别的三节白金服务车厢 客舱配有舒适的双人标准大床 可以直接打开窗户欣赏沿途的美景 以及白金客户专属的休息室和餐车 接下来就是将分成三段的火车进行连接 随着一声清脆的斯明 他们正式踏上横跨澳洲大陆的奢华之旅 他们将从澳大利亚南部的阿德莱德往北行驶 中途停在古斯塔门 然后前往内陆小镇马拉 再穿过沙漠中心和爱丽丝泉 到达凯瑟林及其古老的峡谷 直到最终的目的地最北边的热带小镇达尔文 首先来看看列车的卧室是怎样的 行李在上车前已经被工作人员全部放置好了 这里有一个壁橱可以放置一些私人用品 将上面的床铺打开后就可以睡觉 里面还有一个独立的私人浴室和卫生间 虽然空间不大 但是隐私性非常完美 当火车离开阿德莱德几个小时后地形开始变化 这里正是弗林德斯山脉 绵延于南澳大利亚400多公里 列车在沿途的小站也会停车 这些小站还有新增的旅客陆续的上车 这里就是奥古斯塔港 虽然不是沿途的主要停靠站 但是这是一个非常具有历史意义的地方 一个半世纪以前 大汉号火车就诞生于这里 这个令人惊叹的古董机车是原始的25号蒸汽机 返修小队花费了数万个小时将其恢复 现在它每月仍然运行好几趟 主要是进行奥古斯塔港一日游 将木柴送进熔路市里 大约需要3到4小时才能产生蒸汽 在经过其中一个山口之后 就是原铁路的第一阶段 连接着南澳大利亚与大陆的北部边缘 100多年前的这种老实蒸汽机车 在出发前也需要进行细致的检查 确保藕合器连接正常 这是100多年前澳大利亚大汉号古董机蒸汽机车 其兴建的历史可追溯到1878年 虽然是一辆复原火车 不过卧室、餐厅、厨房应聚全 整个车厢采用木质结构 当初复原它主要是为了当地的养牛业和煤矿业 它行驶的路线非常短 始于古斯塔门 行驶1200公里到达终点爱丽丝泉 内部旅客车厢有真皮座椅 座位的前面打开后就是一个用于洗漱的铁盆 可以释放冷热水 如果想要它持续有力的行驶 就得不断地给它加住燃料 另外一名工作人员需要时刻关注锅炉 里面有几十万加仑的水 只有两名工作人员互相协作 才能使其具有稳定的动力 一旦发生意外 这里就是定时炸弹 早在1914年 蒸汽机燃烧式的一个小缺陷就炸毁了整个机车 回到最新的大汉号上 目前的旅程已经离开了波塔古斯塔 列车厨房里正在准备着餐点 像这样的厨房列车上一共有六个 全部由顶级厨师掌勺 每年烹饪超过50万份饭菜 夜晚休息的时候火车也会统一熄灯 夜行800公里后到达内陆 大约早上6点的时候在马拉停车 所有的游客可以下车游玩 停靠点为每个人都准备好了早餐 当太阳升起后 著名的红色沙漠沙滩绵延不绝 再往北行驶将接近偏远地区的极端环境 方圆数百公里范围内看不到一个活物 如果列车在这样的环境里出现故障 将会发生难以预测的后果 所以大汉号列车的维修保养 是全年无休不间断的 它必须确保在行驶的过程中 不会发生任何设备故障意外 特别是机车空调的维护 澳洲大陆炙热的高温 一旦旅途中空调损坏 将发生致命的后果 引擎的保养同样重要 工人需要打开他寻找驱轴和活塞 是否有磨损迹象 以及各种螺栓是否存在松动 接下来还要对火车头进行防水测试 确保电气系统的隔间完全防水 大约有2000个喷头对着车头四周喷洒 有任何渗路都不被允许 回到火车上 现在停靠的是爱丽丝泉 这个沙漠小镇不常下雨 旅客们可以下车游玩 工作人员需要在这里补充物资 以及为列车供水 工作人员此时也在检查车辆设备 是否有异常情况 旅客们在这一站有很多游玩项目 比如骑上可爱的大骆驼 这些血氧骆驼的传统 最早追溯于1860年代 在澳洲内陆的拖荒石里 澳洲人引进了大量的阿富汗骆驼 一只只骆驼串成一列列运输商队 将挤备于他们的货物和火车轨道铺设材料 来回运输于阿德莱德 爱丽丝泉和达尔文之间 一走就是几十年 看起来就像是火车在行走 所以他们对骆驼有着特殊的感情 重新踏上最后的旅程 白金餐厅的客人正在享用美食 他们喜欢吃一种澳洲废鱼 这也是澳大利亚中部一种特有的鱼类 整个菜单的食物都具有一种标志性的澳大利亚风味 接下来他们经过北部地区的凯瑟林 这里有很多野生袋鼠出没 列车司机需要时刻关注前方的突然状况 防止撞上可爱的小动物们 空气制动系统使用加压空气控制火车沿线的刹车 最终在经过2700公里的行驶后 到达最后一站达尔文 好了这就是澳大利亚最著名的列车大汉号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是北美境内最长最重的货物列车 它的长度达到2.6公里 可以载着24000吨的铁矿 日以继夜全年无休的拖运 光这个火车头的价值就达到200万美元 里面包括一台涡轮增压16气缸柴油引擎 长度比一辆家庭房车还要长 以及一个重达2.7吨的电动马达 它足以拖动30座自由女神像 一套自动转向系统 能让车轮稳稳地待在轨道上 在拉布拉多清晨的荒原上 这里有一家加拿大铁矿厂 它每年能生产2200万吨铁矿 发往全世界 挖掘机与采矿卡车 都是巨大无比的采矿机器 然而载运铁矿穿越国境的 那台6000吨重的机器 就是这台北美最长的货运列车 它拥有240节车厢 绵延于轨道直达2.6公里 这个长度足以在奥运田径跑道上环绕六圈半 所有的一切全都倚仗这个伊安迪火车头 在它厚实的钢壳底下 是一颗3米高的柴油引擎 可以产生4500匹马力 是一台休旅车的19倍 强大的空气压缩机 为1900多个火车轮 提供空气之动力 每颗10新钢轮的直径达到1米 重量超过半吨 两台6轮自动转向架 是由复杂的连杆避震器和杠杆组成 这些完美的组合 让这台巨无霸顺利地穿越 数千公里的加拿大荒野 在列车的后方有一台型号较旧的火车头 为后方车厢提供动力 它有助于列车进行爬坡 转弯以及快速通过容易落实的山区 这些货物铁矿将被运送到 418公里外的气岛港货轮上 在矿场里首要之物是为列车装货 但是要想为这个总长达到 25座足球场的列车厢装货非常不易 每台列车最多能装载250万美元的碎铁矿 首先23吨的车厢会通过料斗下方 接着上方桶舱中的铁矿 会沿着巨型漏斗流淌下来 料斗依照指令每次分配100吨 然后工作人员通过电脑操作 和监控装货的整个过程 三个小时后装货完毕 接下来的行程要交给列车司机了 托运这个6000吨的列车 和24000吨的铁矿是一个极其困难的事 驾驶室后方有台5.5米长的柴电引擎 能够迸发出4500匹马力 但是柴油引擎不是直接驱动车轮 而是旋转一根7.5吨的大型发电机的转轴 从而产生超过300万瓦特的电力 它足以提供6000户家庭使用 这些电力会流向车轮总成 进入到6台2.7吨的马达中 一台马达驱动两个火车头车轮 火车在静止的状态下启动 一次想拉动240几车厢 车厢之间的重型钢制联合器 会被硬生生地扯断 所以这个联合器有伸缩的功能 它能让前面的车厢先移动15公分 然后接着才拉动后方的车厢 所以当火车开始前进的时候 它只能拉动最前面的一节车厢 然后接着一个拉一个的 缓慢地增加负载量 很快它们成功地启动了列车 当车头已经行驶了2.4公里远的时候 最后一节车厢才缓慢地离开了车站 北美最长的货运列车 接下来遇到的第二大挑战就是这个斜坡 于是在还没有上坡打滑之前 列车司机打开开关在车轮前喷出沙子 这样做的目的是提高湿滑铁轨的牵引力 但是沙子必须谨慎使用 因为过度的使用将摩小车轮的滚动表面 当列车进入拐弯的铁轨时 需要一项特殊的设计来防止意外脱轨 于是将这些车轮设计成锥形 由内朝外逐渐变窄 当列车遇上弯道时 轮组会在铁轨上发生侧滑 外侧的轮子滚动的直径会大于内侧轮 轮轴每转动一圈外侧轮的行程会比内侧轮长 即使遇上紧急转弯列车也不至于出轨 很快他们迎来了一个1.6公里长的弯道 为了通过这种弯道 在200吨的火车头下方 有两台六轮转向总乘 每台总乘的前后轮分别配置了四根钢制弹簧 轮组固定在一根梳轴上 当轮组遇上弯道时 可以自由转动 一根钢制横杆连接后轮轴 所以当前轮转动时 后轮也会跟着转 它会顺着铁轨转向另一方 这套创新系统 让巨大的火车头也能顺利通过急转弯 但是这些转弯和重量 让火车每天都处在巨大的磨损当中 正常的轮子都需要呈现锥形 用久了以后它就会变形 于是他们将这些车轮放在车轮车床上 然后通过电脑扫描找出轮子上的缺陷 之后电脑会评估需要磨掉多少钢材 然后由车床削下薄如剃刀的钢片 这样就让完美的锥形再次回到车轮表面 不过这样修复车轮的次数是有限制的 因为轮子越修复越薄 最终会达到报废的条件 同时铁路维修工人巡查铁轨时 需要借助这辆路轨两用越野车 只要按一下按钮 它就能在铁轨上奔驰 但是它不能随意地进入铁轨 它必须要征得调度员的同意才行 工作人员必须赶在列车到来之前将铁轨修好 接下来列车将迎来最困难的障碍陡降坡 此时连接车厢的脚环将产生巨大的硬力 如果列车在下斗坡时过度拉伸 重力会迫使后方车厢冲撞前方车厢 然后造成严重的托轨 因此在上坡的时候必须放慢速度 好让车厢彼此靠拢 不至于在下坡的时候互相撞来撞去 所以这完全需要靠司机的经验来掌控 此时的减速不是依靠刹车 而是利用一匹马达来放慢速度 只要拉下开关 它就能将来自发电机的电力 移动到电动牵引马达上 现在马达要抵抗自身内部的强力磁铁 从而产生一股庞大的电流 这股电流会流向火车头顶部 那里设有一排电阻将电能转化为热能 让火车头简单排散出去 货物列车就是依照这种方法 将自身的动量转换 变成巨大的制动力 因此不需要刹车 这辆列车的电动马达能产生47吨的制动力 让它能够稳稳地下破 动力刹车的使用 使得这辆北美最长的货运列车 它的马达每七年就要保养一次 这些马达轮轴和轮阻 总重量高达5.7吨 相当于一头非洲大象 所有的零件将会在火车头底下进行组装 将牵引马达移动到火车头下方的正确位置上 工人会抬起马达展开重组工作 火车头的重量势必会导致严重的磨损 只有火车头够重 轮子才抓得住铁轨 但是底下的零件也付出了相应的代价 前方面临列车的是高耸的岩石和湍急的水流 为了保护车头免遭岩石冲击 两公尺长的车头 是能够吸收碰撞力道的大型溃缩区 内有两条粗厚的钢柱 经得起22吨的撞击力 从而保护后方的驾驶室 驾驶室更是以后钢搭建而成 能够避免司机遭落石击中 在驾驶室的下方有防撞机钢制油箱 可容纳22000升的柴油 并且能挡下飞射而来的岩石 火车头兼落石的结构 能在发生撞击时保护司机 但是铁轨的损坏 让事故的风险仍然存在 因此路轨两用车变得极为重要 他们需要不断地检查铁轨 发生故障就得及时排除 此时他需要联络调度室 让列车减速或停下 在列车的引擎后方 有抬小而强大的空气压缩机 三个气缸一直不停地工作着 每分钟可达950转 为列车上的巨型气槽注入高压空气 压力能够达到620% 当司机按下刹车 一股空气射入车轮上的刹车气缸中 活塞向外推出 让刹车片抵住列车轮子 是以强劲的力道 这些气动刹车能让列车 禁止不动待在原处 有了巨大的摩擦刹车力量 列车终于安全地停止了 他将静静地等待 前方检修工作人员的通知 此时检修人员怀疑是铁轨断轨风险 列车需要平滑连续的铁轨 才能安全行驶 但是当冬季来临温度骤降 铁轨的钢制零件开始收缩 然后一节一节的铁轨 有可能彼此断开 在铁轨之间留下巨大的空隙 如果空隙超过三公分 列车通过实车轮有可能滑脱 从而造成脱轨事故的发生 为了预防灾难的发生 一条电力连轨线连接着每节铁轨 如果空隙变得太大 会造成电路中断并发出警示 检修人员此时需要评估 这个连接处有没有问题 在收到调度室的安全通知以后 列车准备启动 此时列车已经到达215米长的 穆瓦西河大桥 外面的景色很美 在大桥的尽头处 列车钻入一座狭窄的隧道中 此时列车离七岛终点站 只剩下40公里 电动马达也在努力地工作 但是如此 极端的动力也带来极端的热量 此时需要及时有效的冷却 钢制引擎钢体内部 16个气缸每秒产生120次爆炸 使内部的温度高达数百度 为了防止引擎融化 每个气缸都会用冷却液水套包住 这样能吸走引擎的热量 热冷却液流网靠近列车顶端的散热器 两个巨大的风扇将冷空气吹向冷却液 让热排散出去 所以即使在两天400多公里的山路之后 这辆列车还能正常的急速行驶 很快他们安全地到达了目标地点 世界上最有力量的列车 正在一路轰凝着穿越寂静的荒野 它一共携带26节车厢 总长达365米 拉着1300吨的木材 驶向160公里外的造纸厂 每天运送的货物价值高达5万美元 期间需要横跨险峻的山谷和繁华的都市 每一趟都需要司机格外小心 其中一根木材的掉落 都有可能造成严重的伤亡事故 这种列车又是依靠怎样的技术来预防凶险 今天就一起走进挪威的运输之旅 感受一下这列犹如大历史一般的荒野列车 从大功率的牵引电机 再到后如坦克的装甲外壳 挪威中部到处都是广袤的树林 它也是这个国家最重要的工业造纸业的立身之本 位于布斯克旅郡赫纳福斯的一座小镇上 很多人以从事伐木和运输木材为生 这些木材每天通过列车运往挪威南部 160公里外有欧洲最大的造纸工厂 他们为世界各地的出版商提供一流品质的杂志纸 只有每天原人不断的木材供应才能维持工厂的运转 对于列车司机来说 这160公里的路程跑起来并不轻松 在危险的地形下 一切都要依靠这列超级坚固的货运火车 早上7点 木材工厂的数目全部准备妥当 工人只需要4个小时 就能将26节火车车厢全部装满 每一节车厢可以装下49吨 整个装载过程全程不需要人工搬运 只需要两部插车将木材牢牢地抓住 然后有序地放进车厢 对于一列普通的列车来说 这么多的货物肯定是无法撼动的 但是这部列车是来自于Railpool 它是欧洲最领先的轨道车辆租赁公司之一 它拥有4台强劲的电动马达 比4台特斯拉Model更强大 26节车厢 每一节都有12个伸缩抓手 它可将长形的木材稳固地夹在中间 每一个抓手可以身高至2.4米 工人需要在车厢装满后一次检查 确保每一根木头都安放平整 如果列车开到繁忙且人流众多的区域 一根松动的木头就能酿成巨大的灾难 上午11点列车准时出发 接下来的任务全部落到 女司机桑德拉的肩膀上 它需要确保列车不出意外 并准时交货至造纸工厂 满载1300吨的木材 加上列车的自重 足足有1700吨的重量 这就要火车具有足够强大的力量来拖动 牵引动力则有一个高导电性的牵引臂 从缆线上吸取15kV的电压 经由4台电动马达 产生的能量足以让满载的列车 最快跑到100公里每小时 此时桑德拉启动引擎 随着一声咆哮的斯明 列车踏上了一天的工作旅途 每一节车厢之间是依靠连轴气箱连接 刚开始起步的时候需要缓慢的加大马力 对列车力量的控制 需要司机长时间的经验机位 这也是挪威最长的木材运输列车 26节车厢的总长度比埃菲尔铁塔还要长 前方的地形充满危险 从木材工厂出发 首先必须绕过峡谷 沿着危险的河流弯道行驶 最后在翻越陡峭的山坡路段 才能到达南部城市的造纸工厂 这座小镇建在贝尼亚河畔 铁路沿着湾沿的湾道而行 某微境内有许多河流纵横交错 这些巨大的湾沿水道穿过揪陵乡村 这也是当地最具标志性的自然景观 如果过湾时的速度太快 列车就有脱轨的风险 前方的道路更是沿着湍急的大江湾沿而过 自蒸汽机车发明以来 传统的客运列车通过弯道主要依靠圆锥形的车轮 到达弯道后 外轮上升到更宽的锥体部分 内轮则下降到更窄的部分 这样一来外轮的行驶轨迹就会更远 火车就会沿着弯道做曲线运动 但是面对1700吨的重量 仅靠这种轮子就想安全过弯 显然行不通 这需要全新的技术支撑 在90吨的车头下面 有两个灵活的转向组件 有四个钢制弹簧连接 每个车轮上还有两个较小的弹簧 来吸收上下颠簸带来的冲击力 冲击力又被上面的液压活塞吸收 这种设计就保证了列车 在过弯的时候不会脱轨 这些木材最终会运到这家工厂 他们能够制造世界上最高品质的 无编码杂质纸 每周的产量达到1万吨 占世界总产量的14%左右 首先当木头运来后 有一台巨大的包皮机将树皮清理干净 然后再把树干切割成木屑 接着将木屑磨成纤维丝 再将纸浆与水混合后形成纸机 最后由滚筒机器压制成纸张 他们将纸浆一次又一次的压平和压缩 最终形成纸成品 巨大的市场需求 就必须要有源源不断的木材供应 回到轨道上 桑德拉驾驶列车正遇到一个高出30米的小山坡路段 并且整个路段持续1600米 如果光靠列车的加速是很难完成爬坡 这需要高科技的加持 在平地上 列车每匹马力的拉力是卡车的5倍 但是爬坡时沉重的负载 会让列车有往回拉的力量 此时光滑的铁轨上缺少足够的摩擦力 一旦大雨就更是灾难性的后果 由于在每个轮子的前面悬挂着一个金属盒 它可以装50升的沙子 盒子的中间还有一个加热管 它的作用是保持沙子的干燥 上面有一个压缩机将压缩空气射入沙箱 然后沙子就会从车轮旁边的孔里弹出 这样做的目的就是给光滑的车轮与铁轨增加摩擦力 从而完成陡峭的上坡路段 沙里的石英颗粒比刚还要硬 因此对车轮部件的损伤也在所难免 日常的保养就显得格外重要 维修厂里 工人每年要修理超过1000辆这样的列车 挪威很多列车经常撞到野路 发生事故后被卷入车轮底部 从而造成相关部件的损毁 特别是喷沙箱的损坏 如果不及时的修理会有严重的安全形势隐患 李斯基驾驶着26节车厢的列车 已经过了一半的路程 前方他要经过人流量聚集的城镇车站 后面承载着1700吨的木材 经过每一个路口都要全神灌注 与任何车辆或牲畜相撞都会造成巨大的损失 所以斯基说 在这种路段 不管有人没人最好的办法就是多按喇叭 为了预防事故对列车造成的损失 在车头的底部安装了一个缠斗 他能将任何阻挡的物体推开 在他的上方有两个带弹性环的缓冲器 能够将一辆小汽车轻松地弹开 围绕驾驶室安装有高强度钢制成的保护墙 防止在发生意外的情况下 保护列车司机的安全 这辆列车的重量是普通列车的三倍多 这就意味着刹车距离也要远得多 每当工作日的时候 车站的繁忙程度让人生畏 每个小时就有30多趟列车进出 所以当木材运输车进入的时候要非常小心 司机必须保证列车的平稳前行 为了避免致命的碰撞 一切都需要依靠车站的调度室 所有列车的运行路线全部在大屏上显示出来 调度人员必须要监控和控制 每一趟列车的时间节点和运行路线 为了避免木材运输车经过车站时发生意外 当它每次进站前通过绿灯时 轨道就会感应到车轮 然后把绿灯变成红灯 这样列车通过后 就留下了一排禁止通行的红灯标示 这就为后面任何一辆列车预留出了安全的距离 如果启动轨道上的红色发射器 向列车发送一个命令 就会自动实施紧急刹车 有了这些措施 就能确保近站的列车平稳有序的运行 所有这些保障的实施都来自于写的教训 2002年1月4日 两列客运列车狭路相逢发生碰撞 造成19人死亡的重大事故 之后工程师就在每列火车上 安装了自动刹车系统 通过繁忙的车站以后 列车继续前进 接下来要通过挪威最长的水道 格洛马河 所以留给列车的轨道就是曲折蜿蜒 如果不及时地进行速度控制 就会造成后面车厢 机具巨大的缓冲动力 最终脱轨 早期货运列车的每节车厢都有一个刹车 不过需要手动控制 到了1869年 乔治·威斯汀豪斯发明了一种空气动力系统 驾驶员直接操作 就能让各火车车厢连续断电 这种设计一直沿用至今 断电后车厢失去动力 再加上刹车制动力 就能安全地进行下坡转弯 但是对于路途较长的刹车距离 制动盘过量发热 久而久之就会磨损刹车片 所以还需要通过控制马达来控制动力 原理就是减低转子旋转磁场 来抵抗转子的运动 使它们减速下来 通过重重考验 这趟驶向造纸工厂的木材运输列车 终于到达了目标地点 但是造纸工厂位于一个小山坡上 这下列车必须要倒着开上去 这也是整个行程当中最艰难的考验 首先断开火车车头 从另一条轨道上绕行到车厢的尾部 编接好以后开始倒着推动车厢 26节满载的车厢重量 相当于230多头非洲大象 随着天色的渐渐变暗 它们终于完成了这趟运输任务 这种运输任务在这里每天都要进行一次 以确保造纸工厂持续不断地运转 出发了你的手机 终于对你从内部护山坡上 我可能会放在哪里 好多了 我可能会放在哪里 我可能会放在哪里 我可以放在哪里